內臟或含有含其成分之食品外其餘菌照案通過 13. 並按審查玩具提報院會討論 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並推請您召集委員代話於院會討論時做補充說明 13. 本次會議審查通過之條文 調次及引述條文部分文字 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散會議事錄宣讀完畢 好 謝謝 那麼請問各位同仁 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 好 沒有意見 我先確認議事錄好不好 我對議事錄有問題 你對議事錄有問題 好 那我們先證實我們議事錄不確認 來 孔委員你對議事程序有問題嗎 做程序發言嗎 好 來 孔委員請說 蘇委員你也有程序發言 好 OK 會議詢問好 那待會兒 好 主席這樣 那個我今天是對這個議事錄 有關那個動物保育法那個部分 就是7月7號所審查動物保育法的部分 我這邊是有一點意見 那我在這邊是要表示一個 站在原住民立場我是表示一個抗議 你知道我那個當時提出來 野生動物保育法的一個修正案 在今年的4月14號 經濟委員會林戴華招委 我很感謝他 他幫我排案審查 那後來這個也是一讀 我們大家委員都同意通過的 那後來是因為動保團體來抗議 就拉下來就是要黨團協商 可是到後面我發現 現在我們招委 林戴華招委 他就把這個做切割處理 野生動物保育法就先不審 擺在旁邊 雖然我這期間 我拜託他三次了 三個月了 4月14號第一次審 經濟委員會第一次審 通過了 大家都通過了 因為動保團體抗議 拉下來說要黨團協商了 那今天你們六月的時候呢 才排一個王一鳴的 這個凝聚的動物保育法修正案 六月才排的 我比他早兩個月 後來呢 我上禮拜 我也來發言 我也表示支持啊 我對動保團體的主張 我也表示支持 這麼快就給他通過 但是這個是限我們原住民的 這個野生動物保育法 我是在這裡是要代表 我們原住民的獵人講話 我為什麼提這個修正案 我只有提五個字的修正案 非營利自用 這是要保障我們原住民的獵人 上山打獵嘛 這樣子一個簡單的一個修正案 那我一直拜託 你說要拉下來黨團協商 你三個月你都不黨團協商 那就先通過動物保育法 所以我在這裡 我表示對這一次的 上一次7月7號的 動物保育法的這個什麼修正案 我是在這邊是我主張是暫時先不確認 等我們野生動物保育法那個下來 黨團協商的時候呢 我們再一起來這個處理 好謝謝 空委員 我在這邊跟空委員報告 我們7月7號我們是修動保法 那之前您所提案的修正的是 野生動物保育法我知道 那之前呢因為 也有這個我們當初最後的決議是交付協商 所以在這邊我跟空委員報告 我們請林昭偉齁儘快的召開協商好不好 我們不協商啊 對我知道但是那是因為 商業不協商 所以我說我在這裡是要代表原主席商業 是 你的你的 好 找到一個共識嘛 你不能說我今天動保團體的我先提出來 好 那我今天麻煩你們都不排 我還要找兩個業 我知道空委員 我知道您意思啦 但是畢竟齁 這是一個我們協商嘛 因為之前這個已經交付協商 那我們 請我們林代華招偉齁 盡快的來排協商好不好 就是不排啊 會啦 我們還是要反應啊 畢竟我要跟委員講的 上次我們是野生動物保育法 今天我們要確認的是動保育法 所以這個要跟您特別報告一下 我們一定會跟林代華招偉來請他競速協商 好 你的意見我們都聽到了 那我還是表示意義 對當然你表示意見 不過我還是要確認這個 這個因為這是動物保護法 跟野生動物保護法不一樣好不好 要跟您處理啦 你不能說我先偷個動物保育法 我知道但是我那 好啦 空委員 那是因為那個是林招偉 我一定會請我們林代華招偉 趕快的排入協商好不好 好謝謝 那在場委員我們就先確認 我們上次議事錄 我還是聲明意義啦 好 那還是 因為在場還是通過嘛 確認啦 好我知道好 那就記錄那個 好 記錄我們孔委員的一個聲明意義 那我們就確認我們上回的議事錄 好謝謝 那 蘇智芬委員 會議詢問 好 請發言 出席 還有各位委員 我是想確認 我們今天 今天的話 我們排定的議程是 第九屆第一會期經濟文會 第27次全體文會會議 審查本院委員 劉建國等16人 凝聚的這個條文 修正的條文 所以在這邊是不是請 我們稍微解釋一下吧 今天我們的會議的進行的話 從頭到尾 我們的會議裡面 就整個會議的內容啦 會議的內容的話 是什麼呢 請問稍微 好 謝謝蘇委員 我想今天排這個訂閱法 是因為我們蘇智芬委員 還有劉建國委員 你們所提的一個訂閱法的 正列的第16條之一的一個 一個法案的一個處理 那當然 這我們這整個程序 我們必須先進行所謂的大體尋答 那當然我們大體尋答到 進度到什麼一個地方 我們有可以兩個方式嘛 第一個是做所謂的尋答處理而已 那第二個當然我們就做法條的實質處理 那我想今天經濟部也在這邊 那我們就先跟蘇委員報告 我們先休息五分鐘 我們先請問一下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經濟部 我們對這個 今天這個議程的整個內容 他們有沒有比照一個實質的看法 待會我們要怎麼來進行 我們這個法案的處理 好我們先休息五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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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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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首先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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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但經濟部就要講說 因為那個衰退幅度已經縮小了 所以已經出口 已經脫離谷底了 這部分我坦白講 我們覺得還是要有待再商榷一下 為什麼 因為這是比跟去年同期比 對不對 那你的衰退幅度跟去年同期 去年基期那麼低了 你就跟 已經連續17個月 你要翻一翻 已經跟那個衰退開始已經開始比了 所以去年基期低 你現在變成感覺還在比 基期比較低的衰退幅度再變小 還在這邊講說衰退幅度變小 所以將來就會馬上轉正 我希望 但是看起來政府目前為止提出的這個 所謂的策略對策來講 還看不出有什麼樣積極的對策 那如果我們政府毫無對策 只能消極的看整個國際景氣 現在有黑翻紅或有紅翻黑 那就不用在那邊講大話 想說我們將來就馬上 已經脫離谷底了 7月 而且經濟部講 7月就可以轉正 這個實在是太厲害了 那7月 今天7月中了 你看8月初的時候公布的數據看看 但是如何能夠創造經濟上的有利條件 那就是減少損失 你看台東這次風災 一損失損失起20億或多少億 如果那個20億的錢 如果沒有碰到全台灣各地的農損也好 或一些建設的損害也好 如果沒有損害 或是如果我們的這個水利設施做好一點 那就不會有那個損害 不會有那個損害 我們這個錢可以拿來做有效的建設就不用拿來做復健 所以我覺得其實很多的問題還是在於我們的製水的效果 那正好製水是你的業務範圍 那請問這次的這個風災 這個你來看 現在我們的製水的這個成果 或是受到的這個損害 包括河川 包括這個排水 你有什麼樣的這個成果可以跟我們講的 是 謝謝委員 我想這一次的颱風過程當中 是風大於雨 風大於水 所以以災害的這個情況來看 因為強風所造成的災害遠大於 因為水患所造成的這個災害損失 那以水患的部分 到現在為止 我們看到受損的相關設施非常的有限 都是局部的 而且是有一些是在施工當中 必須要再去補強的地方 所以整個製水成效來看 這一次產生有淹水 激淹水的情況的地方並不多 而且都是局部短時間的淹水 倒是風的部分造成跟水有關的 包括我們的自來水設施 停電的戶數最高曾經到25000戶 那到昨天為止 已經全部 自來水系統已經全部恢復供水 那它最主要 電的部分都恢復了 那電的部分最多的時候曾經高到55萬戶 55萬戶 到昨天是剩2萬 那到昨天為止 在台東地區跟綠島地區加起來 大概是還有920戶左右 主要是集中在台東縣的這個包括偏遠地區的部分 有共有826戶 那綠島的部分還有98戶 那這個部分目前台電公司都以今天晚上 全部修復電為目標正在趕 那另外一個問題 國營事業 國營事業 對於這個人力的大缺口 以及這個所謂的技術斷層的危機 你們有怎麼樣的營營措施 是 這個問題事實上在幾年前 各國營事業就已經開始在評估面對 預見到 預見到這個問題 所以包括油電糖水的各事業機構 都提出了他們希望在這段期間 還沒有受到嚴重影響之前 來加快未來有哪一個部門 它離退的人數會比較多 而且它是一個關鍵技術的部分的部門的人員的禁用 所以這個部分每一個國營事業都朝這個方向 那剛剛你提到沒有錯 在未來的七年大概有一萬六千人 目前的估計大概會有一萬六千人的退休潮 那這個退休潮的部分 包括台電公司今天也在場 等一下說不定可以再進一步的補充 每一個單位就它必須要有經驗傳承 重要的部位 台電 必須優先來做處理 台電你們人力的補充怎麼樣 是不是請總經理來補充報告 剛剛講到說退休潮你們人力的補充如何 報告委員我們大概 退一補一嗎 缺一補一嗎 不是 我們已經向這個部裡面人數處申請 就是提前再運用原額 所以我們現在招的人是比較多一點 會就是提前預防退休潮 可是問題是剛剛講說技術會有斷層 會有缺口 那你幾年前就預見了 不是 這個就是靠 那這幾年來的努力 有沒有有一個儲備的人力把這個缺口 可以頂上來嘛 然後接著接下來 這個頂上來的人力 他所遺留的這個職缺 再由新的人上來嘛 不是這樣子嗎 是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希望訓練上面的能夠更有效率 可是今年就要退很多 你們台電今年退多少 今天退了大概將近快一千 今年退一千 對 而且整年度退一千 今年起陸陸續續 在近三兩年內就會退蠻多的 差不多這個未來的大概八九年都是這個數字 都是要 都是這個 那算是高峰 對 你未來的大概八九年就退掉將 就退到將近你們人力的一半喔 未來不到一半 大概有40% 大概在未來十年會退休 會退休 對 那所以說 從 也應該不是從今年剛開始啦 去年 好幾年 這幾年都有了 都提前這個運用員 那因應的人力的銜接跟補充應該還好 我們當然是積極的努力了 那我們是希望就剛才報告委員 就是說在訓練上面 能夠加強效率 那我們一個是資深的員工帶領石座 那另外一個我們也各地做一些訓練的課程 另外一個也錄製很多的訓練的光碟 那他們有空的時間或者回家的時間 可以多在家裡 還在家進修咧 不可能的啊 我們希望有很多 天然沒有當過公務員 還在家進修咧 不會啦 我們希望他們 在工作時間有時候都不進修來 在家進修 在家是家庭時間好不好 我覺得我簡單的跟你說 另外一個問題 台電今年度編的這個敦氣木林基金有多少 105年度 詳細的數字敦氣木林 等一下 除了敦氣木林之外 譬如說有一些 剛好在便電所周邊 或有一些你們一所補助比較大筆的 除了敦氣木林基金之外 還有什麼樣子是 作為改善跟社區關係的 那個有一些 來來來來 同仁告訴我 你們告訴我 你直接回答 來 我叫我先回答 寫付金25億了 你回答 報告委員 剛才那個數字 協助金整年剩25億 敦心慕擬只有2億 自外加內涵 協助金25億 那將來可能還會再編更多嗎 還是從民意電廠 還是從我們懷疑有其他的部分嗎 報告委員就是說 最近這幾年 事實上台電運營狀況不好 如果依照規定要按照電位收入 編1%為上限 但是最近這幾年可能都編一半 未來大致上也是這個數字 我是建議這個部分 當然是尊重你們 但是使用要慎用 那最後一個問題請問這個市長 這個台塑在越南 因為這個EQOR被雕說毒魚 可是他都還沒開始營運 就已經有毒魚了 然後又要答應賠償100多億 160幾億 接下來又有其他的說 那個執照是非法 你擔不擔心台塑到最後 它的合進鋼鐵廠 會被越南政府接收 是這個問題當然是非常的嚴肅 目前我們也在全力跟 包括我們在駐越南的大使 這是省市的業務 但是你還是 但是因為最近剛好帶團到越南跟泰國去追東協的一些訪問 這個問題我們也有進一步的了解 據了解我們的大使 駐地的大使跟台塑公司 其實我們全力在跟越南官方在握旋 目前定位在是一個個案事件 預期不會 越南不會把台塑想要用接收的方式來處理 因為這件事情它是一個個案 OK 謝謝市長 好 謝謝我們黃偉哲黃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陳明文陳委員 好 主席右面請總經理 好 請總經理 好 維委員長 陳委員長 我請教齁 你適合支持電力自由化 自由化是世界上所有行業都未來的趨勢 我們也是朝這個方向前進 目前檯電有沒有朝電力自由化的方向在操作 有 我們從今年1月1號開始經過一兩年的籌備 我們做事業部的操作方式 所以我們現在有四個事業部 目前大概是怎麼樣一個操作方式 現在我們四個事業部由副總兼任執行長 然後在財塊的部分也做一些適度的分離 希望他們負擔起獨立經營的責任 我記得我在最近這一兩年裡面 我不管是公開私下 我聽到的不管是董事長或是總經理 基本態度上你們對於電力自由化還是不以為然 甚至於董事長也曾經講到 電力自由化沒有辦法讓電價下降 這個說法沒有錯吧 這個我不記得 我不好抱歉 其實我要在這裡提醒就是 電力自由化不等於電價下降 我想這一點應該大家要很清楚 其實電力自由化我們在追求的主要 也是希望就是說我們的電力 就是說我們的發電跟私電必須要分開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尤其是我們希望讓我們台灣整個電力的環境 能夠產生一個逐變 那我們今天到現在為止 我坦白講我們看不到台電 對於所謂的花電跟私電所謂廠房分離 有任何的一個腳步 我們看到的事實上到現在為止是沒有的 我們內部是已經在很久以前已經積極的在規劃 那我剛才講的四個事業部就是包含了 書工電事業部 然後水火力事業部 核能事業部 還有這個配售電事業部 所以基本上是一個廠網分離的架構 跟什麼 廠網分離的架構 廠網分離 廠網分離 是現在你們在做的一個工作嗎 對四個事業部就是這樣 事實上現在台電公司 事實上現在還沒有產到 產生廠網分離嘛 不是嗎 但是我們設定了四個事業部的這個 只是你們成立事業部而已嘛 對 我想現在是有朝這個方向在走 你今天要告訴我的 只是這個方向在走而已嘛 是 事實上還沒有達到 所謂真正在操作的一個 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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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範圖裡面 沒有錯啦 當然要等這個電業法 修法通過以後 確定以後 我只是要提醒 其實民進黨 民進黨基本上 希望就是說能夠推動所謂的 電力自由化 這個發電失配 能夠廠網分離 基本上一個 一個態度不只是說 要電價要下降 我們希望的是能夠 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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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到最後的所謂的一個 揮和家園的一個目標啦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能夠在這個過程裡面 能夠提高 我們所謂的力能的一個供電的一個比例 我想這是一個重點啦 現在我們台電 有所謂的這個力能供電 很多都讓人家自由去認堅 事實上這個 這個很多很多工都講說 台電這個所謂的力能是假力能 事實上我們希望的是真正的能夠 能夠把它分離以後 有很多的這個 這個廠商 艷利的就是去選擇的 力能的 發電的 這個我想 這個就有 有讓他們有一個 有一個生存的一個空間啦 我聽說這個 Google說 說有曾經要到台灣來投資的時候 曾經承諾要買100% 他們希望的這個發電 希望的電力 能夠100%都是用再生能源 但是事實上他們找不到 找不到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供給他 這些力能的一個電力 事實上這是一個笑話啦 所以如果說未來真正的能夠 能夠把它這個 這個我們發電私配電 能夠把它分離廠房分離的話 我們就有 就我們就能夠 扶足很多的一個 力能發電 那我們 只要找到廠商 總是貴一點 人家也願意買 那我們就能夠提高 未來就能夠提高 我們力能的一個發電 我想 這是一個方向啦 我是 我是覺得這個方向 繼續 繼續朝這個方向走 可不可能 請問總經理 我想這個 我想大概有很多人願意 這個採用綠電 當然 我想我們這是政府政策 那我們公司也是積極的 在投入這方面的投資 當然我們現在電力公司 這個責任就是 怎麼樣如何健全這個電網 能夠讓他們病網的時候 能夠更為方便 因為一定要病網以後 才能夠方便幫他代書到他的用務 沒錯 不過我想電力 是一定要改革的 我想這個 改革的腳步 是不能停 那電力自由化 就是改革的一個 這個手段 所以我們現在的一個 產房架構的打破 力能的一個發電 才能夠快速大幅度的 來發展 我想 我們的用戶也可以很明確的知道 他所要買的 是不是真正的 立電 我想 這樣子的話 我們未來 我們很快的 我們很快的 就能夠達到 2025年的一個 揮合家園 我想這是一個目標 我們是希望 我們是希望 讓台電上上下下 了解到 我們希望的這個 電力自由化的真正的一個目標 是什麼 我想讓總經理能夠了解 接下來我要請問總經理一下 其實520以後台電的各場高層 有多少人事的移動 你們在520以後到現在 有沒有人事上有什麼移動 有一些是一個輪調的方式 經常有這個輪調 什麼時候輪調 這個有一些主管大概 什麼時候輪調 三年的時候滿三年就要開始輪調 什麼時候輪調 我是說什麼時候輪調 是在今年的2月輪調 還有3月輪調 還有4月輪調 還是5月輪調 這個幾月我是沒有辦法回答 因為經常每個月都有 應該你很清楚 這個人事上在 在調動是你 我不瞭解你們是在你們的人事上 你們的調動 是不是 你今天如果沒有辦法在這裡口頭說明的話 那是不是能夠順便給我一份 是 好不好 就是說我希望是在 在今年度我們這個到現在為止 台電各電廠的高層 高層所謂高層大概就是 就是經理以上 倒是有多少人的人事調動 那台電公司內部 這個有調動多少位 這個副總工程師以上 好不好 我想這個是不是 這是不是能夠 能夠給我一個 沒有問題 好不好 我想這個還有就是 520以後 你們有沒有這個跟 這個 新的一個團隊簽訂 這個購美的合約 有沒有 購美是我們經常都有招標 而且也有這個購買 並沒有什麼跟特定說 這我們不了解 我沒聽說過 我現在問你啊 我也不了解 你怎麼會跟我 我們購美的所有的資訊 通通公佈在我們公司的網站上面 就是我在問你520以後 有沒有 沒有什麼特別的這個 沒有時間點 你的意思是沒有時間點 對 我們是經常的在購買 這個每年的都是例行的 在依照 每年都是例行 對 這在買 沒有什麼特別的 沒有什麼特別 是520以前 520以後 沒有沒有 沒有啦齁 沒有齁 那你們平常都在什麼時候 我們每年大概是在這個購美的話 有這個長短期了 那個 頭一年的大概秋天之前 要把第二年的這個定期的要設法要買到 那其他的話都是這個期貨 就是這個短期的這種 我問你的是定期的 定期的話我們現在買的量不多 定期在什麼時候買 定期的好像應該是在 不好意思 我想應該好像是在 我記得印象是在秋天之前要買 買定 都是秋天買 定期 每年的秋天 之前 就是三月以前 一定要買 不是這個買到第二年的 買第二年的是要在秋天之前 都在秋天之前買 那你們買 是 是今年買明年的 還是有長期的合約 長期合約的 就是要籌一年來籌備 你們長期合約 期間最長的有幾年 有五年的 有五年 還有呢 有五年有三年 但是現在買的一年的比較多 就是 因為那個價格比較低 那最近你們有籌三年 或五年的嗎 應該是稱吃的都有 都有嘛 是不是你這個 這個能夠給我一分 你們視頻的資料 沒有問題 好不好 就是說我們要了解一下 你們 這個長期的合約的 三年的 五年的 好不好 給我一分好不好 好 最後一分鐘 處長 好 最後一分鐘 我想要請教你 好 總經理回座 好 還有 現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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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程車在抗議 這個 Uber的這個 違法攬客 大家都知道 這個 這個 Uber這個公司 它是一個喬外資 應該你知道吧 這件事情應該你知道吧 這跟我們經濟部也有關係的 那現在我不知道 現在這樣子一個抗議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經濟部有沒有什麼態度 跟委員實說我並不了解這個詳細的內容 只是知道這件事情它的一個來龍去脈 也就是說這個Woober公司 它資本的只有100萬 它沒有登記汽車飲食業的一個牌照 等於就是它現在是沒有營業登記的 但它實際上是在做這個計程車的一個設施 所以現在前台 可以說8萬個8萬台的計程車飲都在抗議 事實上說實在很多輸給老大 都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他們對民進黨實在說也很失望 因為他們認為到這個危機 我們政府基本上是沒有態度的 我是認為這個在世界各國都有 但是世界各國基本上都是禁止 它既然是一個喬外資 如果查明它確實是違法的話 我們是可以把它撤照的 這一點我是希望經濟部 能夠快速的一個回應 會把委員的意見單位去處理 如果可以的話 也能夠讓社會大眾 能夠了解 我們政府的一個態度 好不好 是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我們陳明文 陳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 徐佑銘 徐委員 主席好 有請總經理 好 請台電總經理 委員長 總經理你好 這個最近有颱風 我覺得颱風前後有個很重要的變化 就颱風之前我常常聽到 每天都在講缺電 說今天又創新高 颱風過後我好像很少聽到缺電 總經理今天也是很熱 好 有沒有缺電的問題 今天不是說缺電 而是說這個警示的燈 黃燈而已 對 總經理現在的問題就在這裡 就是說 這是林全院長也出來講 他說台電 因為你們是唯一一家供電 我們都跟你買電 連林全院長都說 有時候台電給他數據 他都看得很不清楚 他希望 要求台電改一個讓人看得懂 讀得懂的介面 就是有些資訊 那我當然知道 好民意他們也在跟你談 怎麼讓台電開放透明的問題 那我為什麼會提剛才那個議題 就是說 常常你們單方面放資訊 民眾會覺得說 那到底這個資訊可不可以信 作為一個台灣 在台灣這麼長的一家公司 對台灣民眾關係這麼密切的 院長講 讓人讀得懂的介面 總經理你們有沒有在做 我想這個 謝謝委員的這個指教 總經理我把它講完 於是我就進去看啦 看你們介面是什麼樣子 這是比較單純的啦 是是 你們提供很多資訊 你們的說法說 資訊都是在網路上面 有啦你們提供很多是 財務資訊 電價成本 燃料購煤 天然氣採購 經營改善成效 人力資源 火力營運狀況 可是我們比較關心的 譬如說今天的電 有 有今日電力資訊 近期電力資訊 那進去看以後 是這樣的東西 你們有分區 分北中南 這是今日用電曲線 總經理 今日用電是什麼意思 今天這個用電的 負載的情況 是購電嗎 不是 就是這個大家 還是你 發購電的量 發電給用戶的電 發電 那購電有沒有算在裡面 購電的話是IPP 跟我們簽約的話 通通算在裡面 總經理 你們也應該跟日本很熟 這是日本東京電力 的介面 是給一般民眾看的 這不是給好民意看的 一般民眾會關心這個事情 上面有什麼資訊呢 那邊有預估最大使用值的電力 今天的 7月12號 看一下 使用率的預估值 這個我走過來 有遙控嗎 沒有 那我這邊只能這樣講 左邊這邊 有使用率的預估值 本日 今日 右邊這個80% 是今日實際使用的 他每個小時 都跟你講 當日賣電的實際值 也有五分鐘 當日賣電的實際值 有一個小時的 有五分鐘的 全部都很清楚 總經理我問你 我們可不可以做這樣的東西出來 報告委員 左上角那個圖 是在我們公司的網頁的第一頁 然後在底下呢 通通有公告這個 總經理我知道 對 你一定會說我的資訊都有啊 對 那可不可以整合一個介面出來 讓林全院長一目了然看得懂的 這個東西應該做得出來吧 沒有問題啊 這個我們只是第一個 從左邊那個圖那邊 左上角那個圖 是我們進入這個網站 我相信你有很多這個資訊啊 我的意思是說 能不能做一個這樣子 就放在台電 讓所有人上去都可以看 下一個 這是關係電力的 你們也應該很熟啊 你們常去考察 對不對 一樣 本日的 他這邊上面還可以看 你要看昨天的 還可以回去看 下面還有一個小的 是個人電腦可以進去看的 甚至可以下載在你的電腦 或手機上面 可以知道這個狀況的 這台電做得到吧 可以 有沒有辦法 我看到的是這些資料 下一頁 啊這是民間做的 民間幫你們做成一個這樣資料 全台灣北中南 我相信也是用你們資料 因為他不可能閉嘴編照嘛 資料都在你們手上嘛 民間都可以做到這個地步 回到前頁 總經理 多久可以做出來 我想給我們一個月的時間 應該 一個月的時間 好不好 一個月 我們在經營委員會還是遇得到 您今天指教上面 我們沒有的資訊 通通加進去 總經理你聽不懂啊 界面啊 你在大宏大學當過校長 我也可以 你按照你講的 你就是要讓使用者進去 知道今天的狀況是什麼 而不是每天打開報紙 今天要不要缺電 今天是什麼燈 有比較多的資訊 我要求的這個是給一般民眾的 沒有問題 不是你跟好民意之間互動的東西 是是是 對不對 這樣的資訊 我覺得民眾應該值得 台灣的消費者 應該值得要有這樣的介面 有 可不可以一個月 一個月內不足的地方 我們通通補上 不是不足啊 我覺得 總經理 我知道你很多資訊都放在這裡 好幾頁嘛 我也上去看了 我跟你說 整合出一個介面 讓大家可以用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聽懂 我了解您的意思 下一頁 這裡面就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所謂耗損率的問題 因為你公佈的都是你們的發電量 是 到你實際賣的電 是多少 因為你們有一個耗損率 陷入耗損率 你們資料雖然說你慢慢下降到什麼 百分三百分多少 可是我們不知道你每天的 這個所謂受電量是多少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及時知道 因為受電量 至少每天可以整理得出來 沒辦法 每天我們的用戶的這個用電量 有些查電表 總議員那關西電力公司 東京電力公司為什麼 一個小時都可以做得出來 不過這個我們要請教他 他受電怎麼能夠一個小時知道 這個有點問題 那會不會跟智慧電表有關係 智慧電表但是 東京電力也只有百分之三十才裝設 這個總議員其實我 就是想問你智慧電表的事 這個喔 不是現在的經濟部長 是前任經濟部長 他說智慧電表的目標不變 就是要他普及 我們的行政院長林權 在總質詢的時候也在那邊講 要他普及 我們現在的經濟部長也是這樣講 你是最重要的政策執行者 你的立場是什麼 這個 這個 一年前你說這是神話 我沒有說神話 從來沒有說過這是神話 總議員你是在委員會答詢喔 你當時沒有講這個話嗎 我不記得我有講這個話 抱歉 這是報紙有報導的啊 沒有沒有 那如果拿出來報紙有報導 你講說謊你要什麼負責 我不大記得是有這個 你是忘記了 你是忘記了 我應該是 那問你智慧電表 你當時講 訂了一個很大的目標 2016年要幾萬戶 那現在你的情況是什麼樣子 不是我們這個 因為啊 跟各位 跟您報告 我們在執行這個 低壓電表1萬戶的時候 發現了通訊有很大的障礙 所以我們現在要努力把這個問題解決 不然的話我們貿然的都能做壓力的話 我們看下面這一段 台電總經理朱文成昨天表示 台電去年花了兩億多元 設置1萬戶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 但節電效果並不如預期 只能節省百分之五 僅百分之四的用戶參與 朱也表示智慧電表只能回報資訊 並無法節能 並促成穩定工電 外界顯然過度神話智慧電表 目前此計畫已暫時喊停 我們暫時因為通訊的問題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通訊問題解決 那總經理你現在是台電總經理 智慧電表院長說要做 你到底現在要不要做 我們把通訊問題在今年底解決以後 我們就這個加時間 那通訊問題為什麼會解決 之前的廠商是哪一家 廠商我不記得 是不是大同 大同是我在大同大學任教 並沒有在大同公司任職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說 之前智慧電表是哪一家公司做的 台灣有好幾家可以供應 是哪一家啊 你是總經理啊 你之前 花了兩億元 裝置了一萬戶智慧型電表 這一萬戶是誰 這個大同公司得到這一個標 然後你在大同從副教授一直做 做到校長 然後後來空降台電當總經理 我還看了新聞 這是多年來少見的 總經理 一開始智慧電表是你重要的政策 你過去服務的相關大學的相關企業 包了智慧電表的工程 後來你在去年就開始喊說 這是神話 這做不到 不是做不到 有困難 我們要解決困難才能往下走 那美國做得到 歐洲很多國家做得到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用大同 大同是其中之一的廠商 他這個標他得到而已 不是 我是覺得齁 我是不清楚為什麼 你這個總經理還可以繼續做下去 然後智慧電表政策 當我們院長想要繼續做的時候 你還是這個主要負責執行的人 我們在持續的努力 不是 總經理我只問兩個問題 大同 你是從大同的校長下來空降台電總經理 那你的智慧電表主要使用是大同 不是智慧電表 是他那個標他得到了 他使用 你們使用他的智慧電表 然後他的智慧電表因為通訊又產生問題 然後你又出來講這是神話 總經理 你會不會覺得這像一個詐騙集團 不會啦 只是詐騙的對象是台灣民眾 詐騙對象是前任經濟部長 詐騙對象是現在的經濟部長 現在的行政院長 你不覺得這裡面有太多利益糾葛在裡面嗎 然後我說你講神話你說沒有 我剛才把那段話講出來 那段話是不是你講的 我沒有印象講這個神話 如果台電的總經理 在立法院委員會的質詢都可以用這種態度 我覺得好民意根本不要去談什麼開放台電 我覺得我們院長根本不要講什麼一目了然的台電 總經理你如果繼續這種態度 台灣民眾對台電的不信任 你會有愧於這一家百年的公司 你知不知道 你要不要回應一下 講一句話 這個我 你之前是當校長啊 是 當教授啊 但是這個是報紙上寫的 我沒有印象說 我用那麼輕服的話講這個叫做神話 這個很抱歉 如果有這樣子的話 我實在也是很 遇到你這種總經理 我真的是 覺得是台灣的悲哀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徐佑明 徐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孔文吉 孔委員 謝謝主席 可不可以請那個楊次長跟 朱總經理 好 請次長以及總經理 請問一下 謝謝主席 委員 市長 總經理您早 這一次那個 那個那個 電協會這個 電業法的修正案 那這個你們你們的意見是 是就是說等九月份 七月底承報行政宴 你們自己也在修一個 電業法的修正草案 那承报行政院到9月才出来这样子 再并案审议 那这个法的修正 对于现在你们这个电协会 那个有关敦信木林这一方面 有没有什么影响 目前在电业法里面并没有明定 这个电协 就是这个注鞋金的费用的资用的方式等等 那目前的电业法修正案里面 已经把要把这样的这些内涵讲得更清楚 因为未来的电业法修正案 其实这个范围比较广 所以我们才会建议说 今天这个案子并到电业法的修正案里面 一并来处理 因为电业法的修正案那个大案子里头 有包括这个项目 我们只是这样的一个建议 现在你们有在做一些 像什么敦信木林的 针对电协会原住民地区的部分 这个有一些敦信木林的一些项目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 对 跟这个有关 跟这个有关嘛 对 那那个会不会受到排挤呢 还是怎么样 我想不会 这个本来在台电公司 本来自己的发电厂里面 就有编这样的预算 那IPP民营电厂的部分 我们是希望让它更清楚更透明 这是民营电厂的部分 对 我想这样 这次台东可以受到尼泊特台风风灾的侵袭 台风过后还是缺电 并不像刚才徐委员讲说 台风之前缺电 然后台风过后 现在还924户正在抢修当中 924户 在台东 整个台东 包括兰嶼有98户 兰嶼那边本来是全部都停电 那现在兰嶼的供电状况是怎么样 目前在温泉 它不是温泉 这是我们常知的温泉 在地名温泉的地方还有65户 那在附近有灌溉用电的户数 还有33户目前抢修当中 预计在今天晚上 在天黑之前可以抢修 就是兰嶼的 兰嶼的部分 停电的状况 还有总共是90多户 刚刚讲是绿岛 刚刚是讲绿岛 那兰嶼呢 兰嶼没有问题了 兰嶼也是全面停电 上一次也是全面停电 对 现在已经修复完成 都修复完了 那现在整个台东县是有924户 到今天晚上都可以前面 今天晚上都可以修好 恢复电力 是 好 那那个 我们除了抢电力灾害修复之外 我们台电还能够帮什么事没有 对灾区 除了就是说停电 当然台电也不能说 不认真不努力 也是非常认真努力 但是这个修电的状况呢 当然是从台东市啦 有的北南乡什么 上一次 上一次有一个去说什么 为什么对我们台东县的几个 原住民地区都比较慢恢复供电 像延平海端那些 我也接到电话 最近也接到电话 那后来是有修复啦 各村各村都有修复 我知道台电工作人员是很努力啦 但因为这是前面性的灾害嘛 而且是史上空前的台东县最大的一个灾害 就是说我们台电 我们还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没有 对灾区 这是我们请台电公司总经理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 因为这次的风灾实在是太厉害 委员应该了解 那因为这个修复的过程中间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电线 还有这个电杆倒塌以外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这已经 好几天了 还有一些零龙 还有九百多户 主要是有很多的大型的招 市区的话 大型的招牌的路数 压到这个电线 所以这些要必须先移开 才能够再拉线 没有我意思本席的意思是说了 上一次那个什么台南那个气暴 这个我们后来立法院 修了一个灾害防救法 灾害防救法里面 是针对一些土壤易化 低利贷款 这个企业贷款 有一些融资的低利的这样的一个优惠 对针对土壤易化也有 灾害防救法 比以前的灾害防救法 又修正的更好 那本席上一次也有提出来了 就是说我们对一些重灾区 重灾区像好比说这次台东 有没有办法台电呢 可以说给它减免电价的优惠 这个针对受灾户的 这个营业的用电 营业现在几乎商家都倒了 看板什么 你们都看得很清楚 那个营业的用电啊 还有家户的用电 有没有台电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个减免的一个电价的 或者是全部减免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方案 是报告委员 我想这个一个是这个受灾的民众也蛮多的 受灾的情况也不大一样 所以我们想用一个就是说 有几天停电 我们按照比例啊 这个扣减这个电费 用这个方式基本电费的 那你们现在有没有这样做呢 我们准备这样子做 准备这样做 那过去灾害的时候啊 过去灾害像台东县真的是 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几乎是大家都非常关心啊 是 几乎非常关心 我们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 但是那个现在针对电的部分啊 我觉得是可以从这个方面去考量 因为过去我们重灾区发生灾害的时候 台电几乎只有抢电修电了 但是就没有说针对这个灾区 对商家对这个民宅 这个是缺电了 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给他优惠 然后要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数据 刚才总经理讲说 你要看他的重灾害的状况嘛 每一家户都不一样 缺几天我们就按比例啊 整月的按比例扣减 按比例扣减 过去台电也没做过 有有有 有做过是吧 有有 我们按照这个网例这样的继续执行 那这个这样的比例 最针对台东县 这一次尼泊特台风啦 我们就先以台东县为主啦 因为台东县是最大的灾害嘛 那你们这个什么时候出来 我们应该现在就可以 我们就等到月底收费的时候 我们计算的时候 就是按照这个方式计算 那那是不是总经理可以稍微说明一下是怎么样一个减免 好不好细节我们去我们营业的副总好不好 方法委员 依照我们营业规则呢就是当你停电的时候 按日比例来扣减你的基本度数啦 那停三天我们就扣三天啦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动力用户啊 就工厂啊 我们是按按小时去扣啦 那实际的数字出来呢 是不是我们再提供给委员参考 所以我觉得台电可以这个针对这样的一个优惠 减免的方案啊 要怎么样去照顾家汇这些台东受灾的居民啊 你们可以开个记者会嘛 开个记者会来安抚安抚这个民心啊 然后呢这个说我们台电公司啊 针对大家这个缺电这样的状状状态啊 除了抢电修电之外呢 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减免的方案 这个你们可以开记者会来宣导一下 是是是 谢谢您 好不好 那还有水管也是没有啦 也缺水啦 当然这个是次长这边 那个自来水的部分是不是次长这里在负责 是 自来水公司的部分我们比较办理 自来水的也是啊 除了电费减免 水费也要减免嘛 是 因为这个台东也不是这个 因为现在很多水管都坏了 水塔都倒掉了 这个这个这个可能要 因为现在灾民的损失 现在好像是只有针对屋顶被掀开的 好像是每户2万块钱 每户2万块 就是针对屋顶 屋顶被掀开的我看 蛮高的比例啦 几乎家家户户那个什么 砖块什么瓦片全部都飞掉了 这个这个这个是所以它一户是补助2万块 那我觉得在水跟电方面 再给我们台东啊 再多一点关心啊好不好 是 我们比照台电公司 在水跟电的部分停几天 我们那几天的用水用电费用全部都扣除 因为那个下一次那个台南那个事情啊 后来这个我们立法院啊 马上就启动了修修那个灾害防救法 但是台东我们也不需要说再修一次灾害防救法 但是我觉得经济部跟台电还有自来水 这个部分呢我是希望说你们针对台电这边优惠减免的方案 在这个召开记者会 然后来宣布我们怎么样提供减免优惠 针对台东这个重灾区这个部分 是 好不好 是 那另外那个赤长 那个水利署是你在负责嘛 是 水利署啊 那现在就是说水利署针对我们几个河川啊 那河川的话这个部分您可能要这个讯息 讯息已经快到了 讯息到了 所以这个希望说赤长能够读出水利署啊 该清衣的就要清衣啦 是 这都有专案在列馆当中 好 谢谢 好 谢谢我们孔文吉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蔡培惠 蔡委员 谢谢主席 请杨次长 好 请次长 是 蔡委员好 是 主席 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回馈机制嘛 但是我想在讨论回馈机制之前呢 我有两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确实是请教啦 第一个就是 您知道就是台湾现在要朝向这个绿能发电嘛 对不对 那您过去也担任水利署 然后我们今天也有台电公司在场 我来自于日月潭 日月潭是一个台湾从日本时代开始 就是最大的水利发电厂 甚至于那个明潭啊 或者是其他的 后来有做很多很多很多的发展 可是最近日月潭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它开始淤积 那淤积这件事情呢 如果你们去日月潭环潭 你们是可以看到那个入水口那边 因为你们知道最近这几年 不管是土石崩塌啦 或者是台风造成的损害 就是说这个一直佐水溪上游 也开始淤积了 这件事情你们有想过怎么解决吗 难道就放任像石门水库 或其他水库一样让它淤积吗 因为比如说我们万大水库 也是日本时代的发电厂 但是现在也不能发电啦 也不是不能发电啦 它的淤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您的想法呢 是 台湾目前还有94座的 以现况有94座是 我们就规定于水库 那这些水库或多或少都有淤积的问题 所以我们怎么样子来 把这些淤积的问题 用更直接务实的方式来处理 我们做了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的结果有六座水库 它有最高风险 必须要马上做淤积的处理 包括你刚刚提到的石门水库 整门水库等等 那这些水库经过分析之后 有急迫需要的部分 目前都在进行当中 包括北部的石门水库 南部的征风水库 南化水库 甚至包括日月潭的局部在做处理 所以每一座水库都有它的任务 跟它的寿命的需求 那我们会按照右前市区来处理 好 所以您讲了一个很广泛的答案 但是我知道台电在前几年 针对我们日月潭的淤积 它提出了一个解决淤积 同时去建立一个新的水力发电的绿能的方向 就是在现在 过去称为德化社 现在是伊达扫的位置 有一个山洞穿越 可以让淤积的水由那边排出去到佐水溪 但是在这个排水的过程也可以发电 因为您知道水力发电 对台湾的电力调度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水力发电如果晚上 你知道整个的发电是不能够续集的嘛 所以可以抽水下来第二天的白天再发电 这样子 所以这个方案有没有可能 或不是有没有可能 在我的立场我觉得 是不是应该再拿出来重新评估 是不是应该再去考虑 来做这件事的可能性 因为我必须要再一次的强调 我们未来的这个绿能发电 它有很多方法 但是水力发电是台湾的地形地质 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啊 是 委员讲的没有错 目前正在请水力署评估 现有的水力发电设施 有没有可能增加它的功能 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日月潭 有没有可能让它增加 新的抽续发电的机会 那我们会把您刚刚提到的 过去曾经有过的这种研究案 再把它调出来看看 但是以现况来讲 我的印象当中 这个计划 我们并没有启动 进一步的评估 不过我们非常乐意 把委员刚刚的意见 我们回去把资料调出来 列入到我们刚刚提到的 正在进行 有没有新增抽续发电的 潜力的位置的水库的 评估计划里面 这个计划我们正在进行当中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 请台电的总经理 来讲一下当时你们的规划呢 因为我印象中这个规划已经是非常完整的了 我抱歉 我抱歉 就我所知 好像我不大了解有这件事情 可能知道的比较少 抱歉 好 我就说 全正人跟台北人不一样 我们全正人都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我至少在任职这段时间 还有我了解 好像没有听过有这个情况 好好好 没关系 再一次的强调整个人 比较整个事情 不是 我想委员既然提起 我们回去找一下 我们看看是不是有这个 曾经有过这个规划 甚至于你可以去询问 日月潭风景管理处 或者是余茨湘公所 他们都会告诉你很多答案的 没问题 我回去找 OK 那谢谢这个总经理 那我接着想要再询问洋次长 就是说 刚刚您提到的是 大型的水力发电的评估 但是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 事实上水力发电 也可以做微型的水力发电 比如说一个小型的电厂 它看起来并不会太破坏环境的 如同我讲过 我去德国看 它看起来就像一般的河川一样 但是从旁边的一个小的建筑走下去 它是一个挖到地下三层的一个小型水力发电厂 所以我觉得这种微型的水力发电 你知道台湾的下雨是很多的 但是我们的高低差是很大的 所以我在想 未来你们在评估 这些绿能发电的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针对我们的偏乡地区 我们的这种高低差的河川 去思考微型水力发电这样子 是小水力发电或者是微水力发电 在几年前我当任水力署署长的时候 就开始推动 那目前据我了解 有非常多的水力会 因为很多的郡路既有的水力设施 是在水力会的管辖区域里面 还有水力署的各河川局 跟我们的水资源局 已经有一些微水力发电 或小水力发电的计划 我举个例子来讲 目前台电公司已经跟水力署 在中部的铝湾水库 那个是一个小水力发电的计划 接近到中型水力发电 已经有这个计划开始推动了 那其他比较零星的 比较小的水力发电计划 我愿意把会后 把这个资料整理给委员来做参考 就是目前已经在启动当中的计划 好 就麻烦您提供相关的资料 那这样子我们就进到下一个问题 也就是回馈金 我相信今天刘建国委员 或者是苏智芬委员提的 对我们特别是这个发电区域 或者是受到发电危害的 都非常的关注 但是我觉得回馈金将来的办法 且不管将来 如同你的报告里头 你也提到那个电业法 我觉得是不是在这个评估的时候 要纳入当地的居民以及公民团体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回馈的方式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前几天我跟彰化的相亲开记者会 他们特别指出台化 但是台化做这种生煤发电的位置在哪里呢 在彰化市 市中心 它离邻近的彰化师大吧 不过两三百公尺 甚至于连那个张机也在它的范围旁边 可是它每天排放的各式各样的污染 就这样冲出来 然后我们又没有好好的去做空气监测 换句话说 我觉得回馈金这件事情 不只是钱分到哪里而已 我们应该去思考 这个电厂的地理位置 这个电厂这个地理位置造成的环境污染 以及这个环境污染造成的居民损害 换句话说 我觉得现在的回馈金太流于浮华的形式 比如说办活动啊 比如说这个 印一些很宣传品啊 可是都没有去思考 发电 特别是过去我们的惯例的生煤发电 并不是对人民没有危害的耶 所以这一个部分你们怎么思考 你们怎么处理呢 委员刚刚提到的这个概念 其实是非常的正确 因为过去的回馈金的运用 有一些用在 不是直接对于受到影响 在地周围的居民的一些 包括生活健康照顾等等的一些做法 所以目前在定的这些办法 后续我们会有一些执法 那我们也期待说 这个在定定的过程当中 能够把刚委员的这些概念把它放进去 比如说 比如说目前在台硕 我的了解 它的回馈给地方的这些 当然那是台硕的工业区里面 给地方的回馈金里面 就包括我们居民的保险等等这一类的东西 那未来我们是希望说 在定这个回馈的整个修法完成之后 里面的配套的执法的部分 把这些内涵能够把它定得更详细一点 这个原因我们愿意来努力 好 那除了定的回馈金详细一点之外 第二个 这个第二题的第二个疑问 就是设置地点 你觉得像台化这样的一个生煤发电 设在彰化市 请注意是在彰化市 而且它就在我们的省道旁边中山路上 合理吗 对于台化公司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发电 很抱歉我个人并不清楚 不过如果在市区里面有发电设备 不管它是气垫公升或者是不同的来源 确实是要检讨它对于做造环境的影响 是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点应该要与重视 好 那最近彰化县政府 针对这个台化的所在地 设了特殊性工业区 换句话说 它就是要针对它的污染源做监测 针对这个污染源做监测之后 提出一些相对应的管理或处罚 但是你知道台化做了什么事吗 它去宿愿 它去环保署宿愿 所以这件事情反映了什么 这件事情反映了我们本来就应该对这些造成污染区 做一些很好的评估 我并不是说污染不能放在彰化室 可以放在佐水溪的出海口 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整体而言 它就应该要顾及到人民的健康 特别是空气污染 看起来是无形的 但是它漫步的区域却是非常多 你知道比如说你们的中火 以及六青 这些空气污染会散到哪里去吗 会往我们南头的山上散 然后因为我们中央山脉挡住 所以一样是会面临止暴 跟空气污染的地方 就在埔里 就在竹山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 这件事情我在想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你们会进行评估 可是在这个评估的部分 请务必要把人民的健康安全 放在这个评估的项目里头 好 好 谢谢我们蔡培会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管碧琳管委员 谢谢主席 我们请赤长 好 请赤长 官委员好 好 赤长我们今天修电业法 好 当然是针对民营的业者 好 民营的业者 好 民营的业者 他们是不是应该要有俗称的 这个回馈金了 好 大概就是协助金 好 然后我们要求说他们也要 负担这笔成本嘛 好 到底我们跟民营电厂应该要求他们付出一个怎样的公共责任 好 不禁我先回忆一下 还有一个公共责任 你们承诺说要把修法送进来 现在也还没有看到的 就是依法要提列的公积金这件事 如果说民营电厂它依法提列公积金 然后这个公积金可以负担 所谓的协助金一样的功能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并案一起来讨论 在电业法跟民营电厂的公用事业监督 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里面 我们共同一起来处理 然后两个法一起修 这样的话 可能我们会比较总体的 总体的对民间的业者 他们应该要如何负担公共责任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整体的制度在那里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要把修法送进来 跟委员报告在电业法的部分 没有 我说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 那这个部分我是不是容许 让我们能源局的主任秘书的副局长来做说明 这个是政策 因为这个部分不是我夜管的业务 不是你夜管怎么今天是你来 因为夜管的市长在国外 乱七八糟 来 是 这部分 有没有在准备 有没有在做立法准备 我们目前立法修正的进度是准备 那么我们经济部在七月 就这个月也会送到行政院 那行政院的规划 你们准备要要求他们 作为依法必须要提列的公用事业 对不对 是 对 你们要快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这个法律 刻以他们责任的那个基础 实在是对他们非常宽厚 因为我们规定的是什么 是他全年存益 存益超过资本总额25%的时候 超过的那个部分一半提列出来 是 你知道吗 来看一下下一页 我们以这几家电厂来看的话 你譬如说 以这个麦寮 他的投资金额是358亿 依法 是让他赚足了89.5亿以后 赚足喔 存益在89.5亿以后 超过他赚足89.5亿以后 超过的那些部分 一半提列供给金 不可以手软啊 是 让他赚足一年赚足89.5亿 才叫他提列这个 这个其余的一半 是 你们都手软这么多年 然后你看看 以这个190亿的长生电厂 是让他赚足47.5亿以后 才需要提列超过的一半 那最低最低资本额的国光电厂 这个是你们的孙公司吧 国光是有中油的股份 有中油啦 我们经济部所属孙公司啦 好 国光的话是让他赚足27.25亿以后 超过的部分才提列一半 你想想看 这样的规定够宽厚了吧 是的 够鼓励了吧 鼓励他们可以赚那么多以后 再叫他们提列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要快 赶快送进来 是的 好不好我们现在 当然临时会过了以后就9月了 你看 是 错过了这个会期了 下个会期一定无论如何送进来 是 然后目标就是民营电厂的这个 所谓的属于民营共用事业 而应该要提列供给金的部分 这个方向是确定的 这样对不对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有关于今天的这个协助金 我们是修在电业法 那你们希望说等你们电业法来 再一起修 那你们电业法有关于这一点的方向是什么 基本上我们是把现况 现行的也有回归金 但是没有法源的制度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未来就是要把现在制度 把它用一个法源依据 把它用法律来规范 所以你们也朝向说 跟这一次两个委员所提案的方向是一致的 是不是 是的 那我问你 未来我们电业自由化 是 然后电业自由化的时候 它会有各种各类的再生能源的发电会出现 是 那这个电业法应运到那个时候的时候 再生能源的发电输配电业者 要不要也要缴交这个协助金 所以这个 就是说我们以再生能源发电来讲的话 他们对于环境的污染破坏 跟非再生能源相较之下 我们还是比较鼓励再生能源发电业者 是 我们能源的平等 能源的民主化 将来电业自由化之后 能源民主化之后 各种再生能源的发电会不断的出现 那我们电业法现在修 因应到那个时候的时候 假设要因应到那个时候的时候 那我们把再生能源的业者排除合不合理 我们目前的想法是说 有考虑吗 它应该跟传统做区别 但是是不是完全不必负担 刚才讲的地方回馈或公积金 这个我们再 没有把握 再考虑 是不是完全排除 还要仔细探讨 因为比如像目前的风力发电地方上 也有一些任务 它的噪音也是很严重 但是我们是觉得它的比重 可能跟传统的火力燃煤 这种应该是有些区别 就是再生能源的业者 跟传统的业者之间 会有比例上的不同 但是基本上 还是都要刻以协助金的责任 是不是 是这样的方向吗 目前的想法是这样 目前的想法是这样 好 我们等你们 我不晓得主席 是不是才是这个东西寻达 然后等你们的版本进来 如果是的话 到时候就看你们的版本 怎么样把这个精神放进去 好不好 是 让这个电影法的修订 可以因应未来都长期 可以可大可久 是的 那接下来我要说的是 这一次去考察 我们林口电厂的时候 我发现说 我们到2025年为止 你们台电公司 到2025年为止 台电对电力需求 是朝向2025年的时候的电力需求 比现在更高的成长的方向在预估 好 那朝向成长的方向去预估的时候 你们对于燃煤发电 仍然估计要让它占30% 换句话说 到2025年这之间 你们总共还要盖几个燃煤发电厂 那一天数一数好几家燃煤发电厂还要盖 总共几家 你说一下 一个是正在进行中的林口 还有这个南部的大林 不止 另外还有深澳电厂 不止 那你讲的是可能是更新的部分 不是更新 新的燃煤电厂 没有 其他就没有燃煤电厂 那一天的报告里面 好几家燃煤电厂 当然有报夸深澳 没有错 中部也有 东部 中部 中部 中部是我们台中电厂 要再加两部天燃气的极足 没有燃煤 有燃煤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现场有没有 有没有那个水火力营业 营业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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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还记得清楚 台中没有 所以所占的比例 燃煤仍然要占30% 不是 您可能有一个误会 就是张宫 那个地方原来是计划烧煤的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撤掉了 不会在那边做烧煤的 会用火力 但是我们希望 未来朝这个天然气方向 无论如何整体来讲 你们对于未来 因应非和时代到2025时候 从电力的预估 一直到我们整体的再生能源 发电 也就是绿能的发电计划 加进来的情况之下 你们要好好的重新的检讨 你们目前既定的这些部件计划 因为整体发现 整个台电的思维 还没有把新政府所带来的 绿能为主的未来的电力民主 我们的能源民主的小型的社区的 再生能源绿能的这种发电的时代 没有把这个时代算进来 来作为你们台电 布建所有的基础建设 以及未来的发电建制 我觉得新的概念还没有进来 你们应该要用未来的这种预测 好好的跟经济部整个团队里面一起 去对于未来的布建计划 做一个审视 如果我们的经济部 我们的经济部 要领导这样的一个工作 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确实没有错 我们必须要重新检讨 所以那天我们看到了 才会发现说没有啊 目前都还没有啊 所以正在进行当中是不是 是 能源局在主导 那这之中风力发电 离岸风力发电的进度是什么 来说明一下 离岸风力发电 跟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离岸风力有两个 两个民间的示范封场 那两个民间的示范封场 在今年 其中有一个在今年会有 在六月 在七月 不是 最近听到的 我是讲总体的进度 最近听到的是 你们要避开 还评所需的场域 然后就不需还评 这个我没办法接受 没有没有 我们都有 这是什么论述 我们现在都有进行还评 而且我们还在做政策还评 尤其是风机 尤其是风机 怎么部件的还评很重要 是是 海洋生态 以及各种渔业 或者是航运 或者是军事相关 因素之下的种种的还评 我认为 那个风机 六百到一千只的风机 在我们中部的海域上面 要去布建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 需要做一个全面性还评的 一个事项 但是 我看到的那个论述 吓我一跳 是 那个委员 我们现在正在做政策还评 12号 刚刚也开过那个 还评的审查 那做了哪些还评项目 你弄一个报告 来给我们知道一下 是 好不好 你所谓的政策还评 它所涵盖的是哪些项目跟内容 是 好不好 一个礼拜之内给我们经济委员 OK 没问题 谢谢 好我们接下来请王惠美委员 主席有请次长跟总经理 OK 有请杨次长跟总经理 黄委员好 来我从你们的报告我来确定一下 你们在第一页里面的二项 里面有讲到当初在开放民营电厂籌设的时候 等于你们有先给他这个所谓的这个 电邪金给这些民营电厂 让他们去做回馈地方是不是 是 没有错嘛 好 再来 在我们这个酒家IPP的过程中 那我们台电一签跟他们签了25年的长期合约 对吧 没错 那台电跟他们购价的电价是很稳定的 然后呢 涨价燃料涨价还归台电 对不对 哇 这生意很好耶 很好做耶 这等于是稳赚不赔耶 哪有这么好坏的工作啊 不是这个根据这个燃料的价格升降 有它一个燃料的条款在里面 那部长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市长 这个过去的合约 因为当时是在鼓励的阶段所 这个阶段所定的一些措施 那这个部分我还需要详细了解 好 那再来的话我们再来看看咯 在上一次在经济委员会 我们有再问过我们的省市长 他当时承诺说 针对我们这个IPP相关的公基金 回去会做处理 那你们现在 我看你们的报告啊 好像是说你们不想追啊 这个部分是不是 你们要把它并在你们的这个 电业法的修法过程中啊 那过去的这一段 到底追还是不追啊 这个是不是由我们能源局的主任秘书来说明 因为他过去的公基金的预算 因为电业法是一个特别法 所以过去在电业法里的订定是不清楚的 不清楚的 那我们就是修正 是 因为电业法 所以你们不打算要去追 呃我们是新的 我们要先确定法员 啊就的不理他 再依这个 我们民法有追溯期间咧 是 对不对 是 啊你们都不作为咧 因为目前就是说 他的法员依据是 是不明确的 不明确 那你们 不明确 那你这个回馈情完全不明确 不是不合法的 你们跟这些民营店场去追是不合法的 是不是这样 这个是从法施行之后 他就要 就要搅吧 对就要搅 那我现在要问你 你们怎么追啦 追不追啦 你只要告诉我你追不追啦 呃看立法过程 要溯及既往 恐怕是比较 在立法技术上是比较有困难的 除非在法的里面就把它定进 就是说要溯及既往 那么一般来讲他会从 那是你后面的电业法的部分嘛 你们现在一直 这是两件事情啦 对不对 你电业法是电业法后面的规范嘛 你这前面是前面的规范嘛 你前面追不追嘛 我只问你这一点嘛 因为前面的目前的法员没有可以追的 所以你去追你会输对不对 是这样吗 呃是我们怕恐怕会这样 恐怕 对 恐怕 因为目前的法令 你们这样用恐怕 我本身不太能够接受耶 是 公委员报告 因为目前的电业法里面并没有规定 好那未来 好 好 这个我 你们追不追这个东西 我跟你讲到时候变成你们赌值喔 是 有法在那边 你们 我待会再跟你谈那个监察院的 监察院的 这个相关的东西喔 是 好 那你们现在以后电业法的过程中 你们的立场又是怎么样 我们要把它定进来 法字化 是 跟台电的 一样 还是会比台电更严 还是更松 目前分量部分 刚才一个是公积金的部分 那目前公积金的部分 那目前公积金的部分 我们会比照 目前的民营公共事业监禁部条例 把它放进来 那我们目前规划的草案是完全一样的 那刚才提到今天的地方回馈金 这是另外两个不一样的钱 那当然我们也刚才说 是不是我们在修电业法的时候 把它一并考量 不要同时一个业者负担两种 那目前我们的想法是就 现况没有法令规定的 我们把它用法律来把它定清楚 让业者有一个可以遵循 那目前的回馈方式 民营业者是依照他自己跟地方的沟通 来我再问一下 你们当时在签契约的时候 公积金这个部分有没有签在契约里面 公积金没有 完全没有 那你们相关的只是用你们自己的办法吗 那个叫做 就是刚才讲的叫做回馈金 用回馈金的方式 我跟你讲喔 你们要去研究喔 我看你们现在好像都 就是不打算追 不打算追 所以连研究都不研究喔 这个是很 这个我跟你讲喔 来来来我们再来看 监察院 在你们101年也正式跟你们纠正 经济部跟台电喔 他认为就是说你们 气垫共生业者高价卖给你们 你们低价的廉价电价给他们 然后呢 在这个市场利率调整的过程中 你们也没有去要求这些相关的调整 那跟民营发电厂添的契约很多内容 又违反相关的规定 制业者获取不当的利润喔 那显见民营电厂的暴利 是建筑在政府的默许上面喔 这个监察院写的很明白喔 市长同不同意 是在监察院的调查报告里面 当然我们要接受 并且要去进一步的了解 那如果说有不合理的地方要怎么处理 我们必须要按照规定来处理 我有希望你们加速啊 好不好 刚刚委员已经秀出来给你们看了 是暴力耶 你们不能就口头一个很大的灶门 说我店业要自由化 然后任由暴力 哪有哪个行业稳赚不赔的啊 对不对 还有经济部跟台电 我希望你们针对这个东西 回去好好的一个检讨喔 再来 我们的这个民营店厂赚了我们的钱 台电的钱 然后制造了这些污染 然后呢我看他们这个回馈的东西 又又又有的多有的少 有的有的根本都没有 我们希望这个你们真的能够 让它确实的一个制度化喔 好不好 再来本期要再问一下喔 我们的这个台塑六千啊 对于麦寮有回馈啊 那个那一条河以外啊 我们大城乡啊 完全都没有 就差那一条河 行政区域不同 那现在大城啊 也叫做癌症村啊 他比 这个总共四百六十二个人口里面 有癌症的有二十八个人喔 那上次本期在这边问啊 你们有时候回去再跟台化来做 再跟这个 呃 来做来做那个相关的这个 沟通啊 结果啊你们回给本期啊 本期实在很生气耶 我现在都要怀疑 你们到底是我们 我们经济部 到底是中华民国经济部 还是台塑的经济部耶 你们所有回答给我的东西 都是台塑表示 台塑表示 欸有道理吗 欸部长你是听中华民国的 经济部的钱 还是听台塑的钱 麻烦你讲一下 如果回给委员的文上面是这样写 我觉得是不妥当的 那所以是不是容我回去以后 了解这个文的详细内容 对 文我会再提供给你 所有的什么 我因为很扯耶 连我们的健康评估 流行病的病学调查 都要我们彰化县政府自己去花耶 好那没关系 你这个叫你们经济部去跟他沟通看看 你们竟然回给我台塑企业说什么 台塑企业说什么 然后呢 最近呢 人家一个 我希望你们经济部不要变成财团的经济部 不会 你还是要站在捍卫我们民众的权力上面 可不可以 是这个一定是这样子 再来我们刚刚有讲到台塑这个部分台化 我们啊彰化县啊 以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坐车啊闻到啊 这个台化的味道啊 你就会知道彰化到了 那虽然说台化说真的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真的早期真的是提供非常多人的这个 这个温饱啦 可是呢 随着整个的这个城市的一个发展啊 现在彰化市有23万的人口 人口非常的密集 第一个它是用燃煤的 而且呢台化周遭呢 三公里啊 有超过时间以上的学校 包括张师大这个 将近上万人的学校都是这样喔 那现在的话 是台化的这个特殊性工业区 環保署还在认定 认定还没有下来 環保署的认定有可能是 认定了嘛 就是特殊工业嘛 第二个不认定嘛 认定的话你怎么来辅导台化 不认定的话 你如何来确保民众的安全 请说明 是我想因为这个部分不是我夜管的 不过据我个人的判断 如果是认定的话 那当然要认定 要按照工业区的相关管理法规 环保署的认定下来之后呢 我们会按照新的规定 跟台化公司来协商 尽快按照规定来处理 我们希望你们比较积极 不要一直很消极 不会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你认为那个是环保署认定 没认定的话 你们有什么立场啦 但是说真的民众的要求不多啊 民众要求说 你是不是先设一个这个 空污的这个检测系统很难吗 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才对 对嘛 可是我想他们可能就是担心 有了这个之后去测的东西啊 结果会不可收拾啊 这让我们再了解一下 因为环保署本来就应该要设这种监测点 对 拜托你喔 要求 再来 大臣的这个部分 我希望你回去再做追踪 因为目前他们所做的毒化的相关的测试 很多东西都不是我们 我们癌症的必要的那些因素啊 你如果去检测癌症的那些相关的那些元素 就不见得是像他讲的 都没有问题啊好不好 这个部分我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务必民众的身体 民众的健康啊 我们国民的这些都一定要 务必一定要 要顾及啦好不好 这个部分再拜托啦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请张力善委员 谢谢主席 主席我们先请杨次长 好 有请杨次长 也请我们朱总经理好吗 有请总经理 谢谢 来 喂 两位辛苦了 是 我先请教一下 我们台电设置这个促进电力发展营运协助金 我们简称叫促协金 那成立这个促协金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看 请朱总经理回答 好不好 我想是针对这个电业的发展 还有在营运的时候 对周边的这些设施的这附近的居民 有一些这个回馈的意思 对 那我们成立这个促协金 我想刚刚很多的委员 我们大概都关心 就是说 假设我们在整个电力发展的过程当中 会造成民众的健康受到影响 或是周边的环境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这个促协金最重要的目的 也就是要回馈地方 对不对 那当然也在整个我们的这电力发展的同时 要做如何的推进 也是做一个 当中这个也是其中的目的之一 不过我想我们重视的 还是如何回馈地方 所以呢 我现在今天要请教 就是说 那你这个回馈金本身 是利用什么样的一个公式 计算出来的 是每一个电厂都一致的 这样我想 朱总你可以回答我一下吗 这个我们这个整体的经费 是按照这个营业的一个某一个比例 来这个收取 但是呢针对那个不同的这个设施 还有在甚至包括兴建中间的 是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办法 里面有个详细的规定 有不同的一个计算方式 那是每一家电厂都不一样吗 你现在有九家民营的电厂 主要是根据这个燃料的种类 跟这个发电量有关系 好 那也就是说 你这个燃料的种类 我们现在是有煤嘛 还有天然气嘛 那这两个的 这个回馈金额也不一样 是不一样 一样的 抱歉我刚才有些错误 一样吗 按照发电量来计算 依照发电量 那你们可以清楚掌控说 每一家电厂我大概每年补助你多少吗 这个整个的金额是可以知道 都很清楚吧 是 按照公司计算嘛 那至于他拿到这些回馈金 因为这些回馈金几乎你们是增加在店价里面嘛 是 跟他买店嘛 那所以呢 这些回馈金的 如何妥善的回馈地方 如何运用 你们有没有监督的机制 目前没有这个法规 我们可以干涉它 没有法规干涉它 没有办法干涉 次长 我们杨次长 次长 所以这个就是修法的目的 对嘛 你增加在店价里面 结果你是好像开了一个小门 来图立这个民营店厂 那你又没有监督的机制 到底他拿了这些钱 有没有真正回馈地方 还是造成地方的污染 让民怨再到 结果呢 我们觉得很纳闷 所以我想今天 我们特别针对这个回馈金的部分 我们希望你们一定要 要建立一个监督机制 要非常清楚的 那如果说 假设他没有 妥善的运用 是不是你要 趕快 要寻求滚动的这个机制 来调降他的店价 可不可以这样 他如果没有充分的运用 而且他的效率不高 这个机制也是可以 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严格监控 这些民营的店厂 好 再来我再请问一下 刚刚我们王惠美委员说的 麦了 麦了 麦了这个IPP店厂 他到底每年拿到多少回馈金 是不是让台电来 这个可能是我们 双方契约上的一些不能够公布的项目 商业秘密吗 这个不能够告诉 但是他污染在我们地方咧 我们应该清楚了解 到底他拿到多少 这个促协金 回馈基金 那如何运用 要很清楚让我们知道 要不然的话 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 到底他使用情形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讲这一次 这个委员提案的这个修法 里面其实就有一些详细的规定 那相信就可以 就能够比较透明了 因为现在整个云林县 包括斗六市 斗六市它其实离麦了看起来好像很远 但是他PM2.5是全国最高的 所以我们也怀疑 是不是台中的火力发电厂 造成的PM2.5这么高 所以我们看到台中火力发电厂 它在南投县 是有一个透明的监测机制 看他PM2.5的指数到哪里 甚至还有回馈 所以上一次我在临时提案的时候 我就提出来 应该要考虑 我们云林县的斗六市 最紧邻的这个区块 是不是也要同等的 来做这样的一个监测机制 甚至要同等的回馈 可不可以了解一下 不是这个我想是民营企业 它就是IPP 它们营运的一些它们的作为 我们恐怕台湾电力公司 无权去干涉它 这一点有些情形包含 主总您 钱是你们拨的呢 你怎么可以说没有 没有办法去管理它们 所以我们就说要修法 这个法这条修完以后 其实里面就有一些很清楚的规定了 好那我再请问你 现在你们所说的电业 电业 除了台电公司 以及酒间民营的这个电厂以外 那你的电业还包括什么 很多这个再生能源业者也是电业 对 还有我们水利电厂也是电业其中的 但是呢 你现在回馈机制里面是排除 排除再生能源跟水利电厂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是针对有污染的 会排放CO2的或是PM2.5的 这些有污染前况的才会给回馈金嘛 对不对 所以那如果风力发电呢 那噪音太大了 影响居民的生活啊 是 这会不会纳入 您说的非常有道理 所以我们这次修法 会考虑到所有的再生能源 按照对这个环境的影响比例 也要负担一些这个义务 好 那 呃 次长好了 次长 次长 是 我们现在讲了 就是说你在发展定业的同时 再生能源的政策 那我们讲 一直讲说2025年要达到非核家园 那这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你看到核一核二核三核四不用 其他退役了 那我们讲求的说 你如果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好你这些都不用了 但是呢不能不能停电限电甚至缺电嘛 好 那所以相对的 我们再提 怎么样才能够符合你非核家园的标准 但是我 特别要讲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再生能源的政策呢 过度商业化 几乎都是补助非常大的企业非常大的公司 什么样的太阳能光电 每年要发出啊 甚至将近百亿千亿 甚至把良田拿来种地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我们园长有一个阿伯 他每天 就一个小小的那个太阳能光电板 拿出去外面 推出去外面晒了太阳以后呢 儲存电力 他中午睡觉的时候 他就用这个来吹电风扇 那我举这个例的目的是什么 假设我们家家户户 都能够自给自足我们自己的电源 那我相信啦 就不用广大的去设这些太阳能光电 所以呢 我要讲一个政策 也就是啊 现在能源局有没有来 有 好 副局长嘛 对不对 我现在接受到我们省商会的一个陈请 也就是说 现在 现在好像要把太阳能热水器的补助案 现在到107年要停了 那我家也装太阳能热水器啊 你家有没有装啊 因为我在台北 台北不能装吗 台北的那个效率会很差 效率不高 好 那次长你有没有装 有嘛 对不对 你知道太阳能热水器 它是用太阳能的辐射 直接让冷水变热水 完全是节电的喔 完全是没有电的 不像我们太阳能光电 经过这个发展以后 它可能储存电力只有15% 但是你耗费的成本那么多了 现在从89年到现在 大概这几年当中 发展大概只有30万户 用太阳能热水器 那你知道嘛 假设啦 假设 我们是在推广30万 目前是30万户啦 欸 30万户好像就可以啊 等于啦 我看这个资料一下 來 来我们看一下 你看喔 就可以等于1540座的大安森林公园 大概等于啊 台中火力发电厂三个月的发电量 大概等于核四发电厂 四个半月的发电量 所以我们在想说 奇怪呢 你大力大力的支持这些财团 去大笔大笔的钞票 喔 来 发挥在太阳能光电上面 那这个太阳能热水器 每个家里 假设我家里喔 可以自给自足的话 那我就不用 不用用电啊 那这个 可以说小兵力大工 而且我看预算 每年不到3亿元的预算 结果你舌本竹墨 说现在要停了 所以呢 我希望能源局 还有我们的这个 次长 你今天知道这个讯息以后 我希望好好检讨 因为我看到现在成功大学啊 一再的 再跟大家宣导 就是说 假设没有补助的时候 你们还会不会装太阳能热水器 当然喔 补助的额度也很小 但是那是一种鼓励作用 所以我们在发展绿能的同时 我觉得你们很奇怪耶 发扬太阳能光电 那这个每一个家庭的屋顶 我就可以来自给自主 我洗热水就不用这个电啊 为什么这个不做呢 是不是太过本末导致了 所以今天本席提出这个意见 我希望能源局 那能够好好的思考啦 那我也希望就经济部这边好好的督促一下 我们共同啦 达到2025年非核家园 谢谢 謝謝 好 谢谢我们张立善张委员 那么现在这边先行宣告 待会等我们黄国昌委员 执行完毕 我们进行临时提案的处理 也进行休息 那待会我就先请我们 历史人员把历史提案引议给我们行政单位 也请行政单位利用时间 好好的了解提案内容 那先跟我们提案委员来做沟通 也请党团 通知一下我们提案委员 还有我们的经济委员会的委员 待会我们要进行历史提案处理 好 接下来 我们请苏志芬委员 苏志芬 苏志芬委员不在 我们请黄国昌委员 亚志芬委员 谢谢 主席 是不是 可以麻烦请 赤长 还有台电的总经理 好 请赤长以及总经理 歡迎好 赤长你好 总经理你好 我想今天 我想針對有關於我們合一場 現在的狀態 請教一下 就在新舊政府交接的時候 是廚藝跟延藝同時申請 也把它列入交接事項 我得到一個消息 我想跟你們確認一下 7月7號的時候 台電是不是已經提給原人會 要把延藝的申請撤回 沒有錯 已經撤回 所以現在確定 合一絕對不會有延藝的問題嗎 延藝已經撤回 第二個是 先前有民眾質疑說 我們的合一場停機超過一年 應該視為永久停止運轉 不可以再啟動 那個時候台電跟原人會的回覆是說 台電有不斷地去申請延期 是不是可以請台電的公司 沒有錯 我們想這個 它原來還是可以使用的一個機器 所以我們沒有放棄它 但是願意用大修的方式維持它的狀態 所以你們是申請大修嗎 是 然後不斷地申請延期嗎 是 那我現在很納悶的事情是 因為我要求原人會提供到今年 我之前發的函5月24號 原人會跟台電就合一場1號機 大修的往返的公文 那些公文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去整理 來來回回的 我先給您看 就是你們前面修的內容 這裡 ECCS整體性測試 然後於104年1月6號完成 要求延後沒有任何工作 原人會認為不符合現況 它沒有同意 然後到你們再發函 它還是沒有同意 你們再發函要求往後6天 它還是沒同意 它一連串下來 通通都沒有同意 你們到底在修什麼 你們申請了 原人會怎麼沒有同意啊 是 那你們最後才用勞檢當作理由 原人會最後才同意了 我現在嚴重的 我看不懂這個公文 我看了你們公文來來往返 我會覺得 根本沒有東西在修啊 然後 台電跟原人會兩個 是 用公文來來去去的方式 在虛擬大修的假象嗎 到底在修什麼東西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不過場內的細節的部分 抱歉今天我們沒有核能部門來了 所以我們也很難跟委員 這個做詳細的報告 那什麼時候可以跟大家說明 我是不是建議這樣子 我跟委員補充一下 我建議因為這個是一個 可能是解讀上的問題啦 那我個人的了解 合一場一號機 這一次是大修之後 要申請重新啟動的過程當中 沒有得到原人會 對裡面的細節問題的完全認同 所以有一些時間的延當 但這些細節呢 是不是容我們請台電的 核能部門的同仁 跟委員約個時間 把資料帶著 向您詳細的說明 再麻煩 部長跟台電 以書面回覆 因為 你如果書面回覆 怕我看不懂 來口頭說明也可以 因為 老實講啦 我這樣講 雖然有點不太有意思 就是我那個信任感蠻低的 我特別是上次合二場的事情 讓我非常的失望 你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 那 我今天會提這個問題出來 是 我知道的狀況啦 那當然請市長或總經理回去了解 如果我有說錯的話 你們也可以指證我 是 根本沒有東西要修了 全世界有哪一個核能電廠大修修這麼久的 根本沒有東西要修了 那如果根本沒有東西要修的話 經濟部跟台電要不要考慮提前處議 如果這個邏輯是對的話 那當然就是 中間是有一些問題 不過 我還是要 跟委員報告 這個需要詳細的了解 沒有關係 我今天把 他之前是大修完以後 申請啟動 對 我今天把問題拋出來了 就是說 第一個 我們確定不會演繹了 第二個那個東西 目前也shut down在那邊 也沒有什麼東西要修了 我說按照我目前得到的資訊 目前是大修完成才申請啟動的 對 所以現在也沒什麼東西要修了 那 上一次那個 院長跟部長大概也都表示了說 大概再重新啟動的機率 非常非常的低了 所以我現在才問 說包括經濟部 包括台電 要不要回去慎重的考慮一下 那東西放在那邊也不是辦法 是不是考慮提前處議 那今天不用給答案沒關係 我相信部跟台電 可能都要時間去評估 那我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 就在福島核災了以後 台電告訴大家說 你們有進行96項強化的措施 那針對你們96項的強化措施 我們本院的前院長 王金平委員在提書面質詢的時候 你們給他的書面答覆是 到今年6月底以前全部會完成 就包括有關於核一二三廠的安全強化措施 那我想要請問 現在7月了嘛 那這些事情做完了沒有 這個細部的部分 可能不好意思 我要給您事後報告 但是我的了解 就是說有一個少部分是有執行了 但是因為像核一核二 未來的這個 是不是如剛才您所說的 提前停轉等等的問題 那我們是不是還要進一步的做更深入的投資 所以我們其實還是深入在考慮之中 對 這個我也了解 但是我今天會提這個問題出來 是你們在回覆給我們的前院長 王金平先生是說 你們自己提報的96項 今年6月底以前會做完嗎 那我現在只要一個答案 這個答案今天沒有給沒有關係 你們事後又是書面補 這96項做完了沒有 有哪些做完 有哪些還沒有做完 是 好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要請教的是說 除了你們96項以外 原能會又另外要求你們 要做43項 你們那96項 包括不包括原能會所講的那43項 這個抱歉 我可能要事後再向委員這個澄清 這個是原能會列管 運轉中核電廠有關於輔導後管制的43案 那這43案呢 我大概把它調出來了 但是我現在唯一沒有的資訊是說 第一個包括你們的96案 以及包括原能會要你們做的43案 那是不是都有做 那個別執行的狀況是怎麼樣 是不是可以清楚讓大家知道 因為當初我相信輔導結束了以後 那你們提出不管是自行提出的96項 還是原能會所提出的43項 都是這個政府跟人民承諾 你們要做的事情嗎 那當然我們不能永遠說 只聽到政府的承諾 沒有去追蹤後續的執行 要不然這樣的承諾 一點意義也沒有 等於是在開空頭支票 那特別是你們也回覆了本院的委員 說你們六月底要做完 我講的是你們96項 那你們到底做完了沒有 沒有做完的原因是什麼 那第二個部分 就後續的原能會要求你們在補牆的43項 到底做了沒有還是沒有做 那你們先把你們執行的狀況 是不是先整理資料給我 然後我再回去追原能會 那如果你們還沒有做或者是沒有做完 那原能會的要求是不是空口說白話 對你們也沒什麼拘束力 那到底要怎麼讓人家相信說 政府說我們會做什麼樣子的補牆 未來要讓人如何相信 因為福島是在這個好幾年前發生的 當然當時原能會對我們有些要求 我們自己也在做改善 但是這幾年對這個2025的非核家園 已經是成為共識 那我們這個運轉的這個情況 跟當初的一個背景也不大一樣 所以這裡面有些可能是進行到 沒有啦 剛剛其實你已經講一個重點 那你講那個重點就是我掌握到的資訊 就是你們答應 要對核一做的補牆 我得到的訊息 如果有錯請總經理糾正 你們已經喊停了 叫大家不要做了 那理由就是你剛剛講的 再做下去只是多花錢而已 那是不是有真的這樣的狀況 我可能等你們詳細的報告 交出來以後再來盤點 因為要不要繼續運轉 當然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即使不繼續運轉的話 你安全性的問題你還是要處理 那你不能把那個東西就放在那裡擺爛 你如果確定不運轉了 該做的接下來處理的工作 是不是就應該趕快開始的進行 那要不然你東西放在那邊 然後你安全補牆的措施 你覺得說我錢再投進去 不符合我的成本效益 那這個東西你也沒有辦法繼續再用了 那我覺得這樣子對於政府之前 對於人民所做的補牆的許諾 這樣子的處理態度並不是很好 當然我了解台電可能將本求理 你們在做成本效益的分析 但是你們在做成本效益分析的同時 可能必須要把這個電廠 它本身所具有的危險性 對於居民健康安全所造成的威脅 也要納入考慮 我想後面會給委員做詳細的書面 OK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我們黃國昌委員 那麼接下來我們處理臨時提案 我們請議事人員來宣讀提案內容 那麼現在我們各行政單位 我們的行政人員 我們可以借機會 也可以上個洗手間休息 好 請議事人員宣讀提案 臨時提案第一案 有建議台化公司於彰化市 重工業廠區當中 有硫化廠 石化葉聚合廠 以及深煤發電的發電廠 50年來排放大量高污染廢棄 彰化市人口於23萬人 且臺北臺化廠區周圍3公里內 就有超過10間學校 而最近的彰化師範大學 僅距離臺北臺化500公尺 在人口密度如此高的市區設置 燃煤火力發電廠實微不妥原 提案要求經濟部一個月內 與臺化會商 也擬空氣檢測現況檢討 改善報告並送交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王惠美委員等 第二案 有建議監察院於101年 正式糾正經濟部 以及臺電公司 其主文明確揭示 經濟部和所屬能源 及臺灣電力股份公司 任由氣電共生業者 以高價售電與該公司 再向其購買廉價電力 由該公司無視市場利率 以大幅降低期位 與民營電廠完成費率之調價 且與民營電廠業者 簽訂至合約諸多內容 違反相關規定 致業者獲取不當之利潤 原提案要求經濟部 一個月內提出 臺電公司與民營電廠 購電價格合理化的檢討 改善報告並送交經濟委會 提案人王惠美文等人 第三案 有建於105年7月5日 好民意的開放臺電調查團 至臺電進行第二次不公開會議 根據媒體事後報導 好民意團隊在會中甚至要求 臺電提供會計帳 但臺電公司表示 未經簽合的會計帳 不能任意公佈 最後雙方不歡而散 媒體也開始質疑 好民意團隊的動機和目的 該事件發展至今 我們可以看到 好民意的黑箱特權團 已經步入在任意擴權 推卸責任 自我矛盾的各種問題 為此7月5日的會議結束之後 臺電公司已經同意 開放臺電調查團 後續到臺電的會議 都開放外界參與 原要求經濟部與臺電公司 應秉持政府部門的專業及良知 謹守職務分距 立抗好民意團隊企圖 利用特權取得不應該取得的資料 同時也呼籲各界共同參與 監督好民意的黑箱特權 調查團 維護國家安全 提案人孔文吉等人 第四案 原要求臺電公司 應主動將好民意團隊 提出之52項資料清單中 涉及機密項目標出 其餘項目才可透過政府 資訊公開平台公佈 若好民意團隊要求 清單以外之項目 同樣應透過政府資訊開放平台提案 對於好民意團隊 任何私底下的追加的要求 臺電必須堅守原則 明確拒絕之如此 國人才能了解好民意團隊 要求臺電開放哪些資料 對民眾權益有哪些影響 也才能真正落實 開放資料的精神 第二孔文吉文等人 第五案 鑑於今年7月 尼泊特颱風重創台東縣 造成台東縣2萬營戶斷電 多日創下 史下單一 縣市電力設備受損最嚴重的災情 許多民宅及遭到颱風無情的摧殘 距離重建之上有一段 十日 建請台電公司 應嚴厲具體優惠減 減免台東縣受災戶電方案 針對受災戶營業用電或住家用電 特別優惠減免方案 以加護台東災民提案人 恐問及委員等人 第六案 EMS能源管理系統及HEMS能源管理系統 是利用通訊塔配的各種測量及感應裝置對耗能設備進行監控與管理的平台 目前各先進國家均以積極推動 透過EMS、HEMS供電端及用戶端可精確掌握電力使用情形 制定完整的電力供需策略 有距離我國未來在經常走向智慧電網新時代過去能源集成推廣 目前我國集合駐台之公共設施用力電導入EMS系統 但目前國內建築物使用相關能源管理系統比例相當低 且多數家電廠商生產之交電品 無法配合HEMS系統 為此我國EMS、HEMS系統未來同步配合時間電價政策及智慧電表 建築發展進度研請經理部就未來如何推廣EMS系統進行可行性 評估報告於三個院內宋教立法案經理委會 提案人邱志偉委員等人宣讀完畢 好謝謝 那麼我們現在先休息三分鐘 待會我們進行提案處理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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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活 這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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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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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 这样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想 我们会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反正 我们希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其实 臺电 这个可能 就是要是要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 好 请 您有印象吗 这个 是已經實施了 現在已經實施了 實施了 好 OK 另外我想也請教 繼續 那個5月30號的台電的鷹架 倒塌這件事情 後來造成 當場是兩個死亡 後來另外一位重傷也死亡 三個人死亡 這個是非常誇張的 在這個地方 台電這兩年 這一年多來接二連三 一直有重大的一些公安事故 這個部分後來有做了相關的懲處了嗎 我想當然對人員的責任的追究 當然是必然的 但是我們也對這個承包商的所有的一些 這個教育 我們重新的再做一些整理 我想這個是我們今年來 對跟這個公安的技巧 跟過去幾年比較 是非常的這個不良 總經理知道前兩天 又塌了一次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我不曉得 那市長更不會了解的 我必須跟那個 在前兩天台風的時候 桌邊的部分又塌了一次 桌邊又塌了一次 桌邊又塌了一次 5月30到現在其實過了兩個月了 那桌邊的很多部分其實 當然台電的說法是因為他停工 所以他沒辦法 但是我想這個都非常的不應該 我想我們會去了解一下 謝謝你 好不好 市長我想請市長好不好 台電的狀況我希望 讓部裡面能夠多加的關心 跟來鞭策 就像我剛剛講的 在前兩天7月8號 颱風的時候 這塌塌 原來5月30塌塌 那個造成了三個人死亡 那個當然在現場沒有 但是其他的部分 也還有其他的沒有處理 因為停工的關係都沒有處理 那這次颱風來的時候 又倒了三四座 當然周邊 可能當然颱風期間 可能也周邊又安全一些 所以沒有造成人員上的傷亡 但我認為這個部分 其實都應該整體來檢討 就是說如果是已經發生了公安事故 已經有發生了 但在停工期間 但是有些現場的狀況 還是要做一些怎麼樣的處理 我認為那個不應該 讓他再持續這樣的一個 這個又坍塌 特別是颱風來襲 那萬一下來又有人員受傷了 我想這個是非常的不應該 市長對這件事情 有沒有怎麼樣 我想委員今天提出來 非常謝謝你的提醒 我要求台電公司 在三天之內 把現場的狀況 做一個特別檢查 然後提出一個報告 然後再來跟委員來答覆 好不好 這個要確保 這個絕對 因為現在在颱風季節 所以是可能有一些強風 或什麼的 那不應該把一個 已經發生事件的地點 沒有做一個好的整理 其實現在是颱風季節 必須要隨時做好 對 那過了兩個月 5月30發生了 其實過了快兩個月的時間 現場還沒有把它整理完畢 讓這個還有其他部分 持續在強風而坍塌 我想這個是不應該的 是 那另外可不可以請市長 從上次到這幾件案件的發生 其實我認為 還是要有一個清楚的交代 包括我在今年的時候 也有質詢到 656億的一個 上次提到採購的一些瑕疵的問題 就是台電大林廠1號2號機組 再換機組的過程中 跟IHI採購的部分 那有一些瑕疵的問題 我希望那個部分 後來我看到的幾乎都還是 台電給我的報告 我希望這件事情 還是要用部的高度去 去做一個整個詳細的報告 然後給我這邊 跟給立法院這邊 因為我覺得如果單單只靠 台電做出來的報告 那台電當然一定是 自己單位做自己的報告 但難免就是會避重就輕 我希望部裡面能夠重視 我覺得最近這一年來 確實台電發生了太多 我看來都是不可思議的一些公安事務 不管是潛頓的 出了那麼大的狀況 還是採購一個600多億的採購 出現那麼重大的一個瑕疵 竟然還是買到了一個 跟IHI這麼大的一個國際公司 買到瑕疵品 那到底有沒有涉及到相關的問題 採購上有沒有什麼瑕疵的 那包括這個連一個這個 都陰價都會倒塌 這是一個非常基礎的工程 那據我了解 他就是不斷的 這個轉包再轉包 轉包再轉包 這樣的過程而發生 那到底過程中 到底有沒有瑕疵 或者有沒有弊端 甚至於在監督過程中 有沒有疏失 我認為這個部分應該要 部裡面去 去盯緊跟追究相關的責任 那特別是 現在大家都非常的關注 我希望這塊 部裡面次長這邊 這也是你督導主管 我希望你花多一點時間 去盯緊這一塊 可以嗎 這個我在這邊答應我們委員 因為從台電公司 開始發生了一些 不應該有的一些 意外狀況之後 我們已經請我們國營會 對每一個案件 都要去做專案的列管 那您剛剛提到的 像立法院報告的資料 事實上是應該 經濟部提送的 這點我完全同意 那我們會詳細再檢視一遍 那有必要的話 我再了解之後 再來跟台電公司 共同去看一下現場 我都願意這麼做 謝謝你 我想我們之前談一下 想談一些缺電的問題 我之前提過 管理面恐怕都必須要先做處理 光這個1號機組 2號機組如果順利的 開放完成 如果沒有產生的問題 照理說1號機組 在今年度80萬千萬 這個電力就可以恢復來發電了 但是因為拖延了 所以至少要拖到1年 另外2號機組也拖延 所以像這樣的東西 透過你行政的內部的管理 如果做得更好的話 也許這個都可以避免開來的 我們也不會一直承受著一個 好像有一些缺電上的壓力 事實上是 只要你整個管理面做得更好 其實這些壓力 是可以緊緊非常多的 我希望這一塊 市場就你的專業跟那個 能夠大力來督導 那剩最後一點點時間 我想要提一個 我們現在一直在推著整個 再生人員跟太陽光電 一些推展 我想這也是現在的 很重要的重點工作 那我們有一個領海工業區 在小港 在我選區的領海工業區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 重工業的 而且非常的高產值的一個區塊 當然它也產生一些 對於空氣上面 周邊的環境上的影響 那我的想法是之前 其實我跟幾位委員有提過 我們希望推動太陽光電的 一些屋頂的計畫 那我認為其實這個都在 經濟部的管轄範圍內 有沒有可能把領海工業區 當作是一個示範區 做一個太陽光電的大力的推展 它不是一個像科學員 所以我想一些比較近 它其實佔的附地其實蠻廣的 小港有三分之一的土地 是領海工業區的 那廠房也都非常的大 那有沒有可能我們鼓勵 去福島這些 裡面有很多也是國營事業 然後福利古島 他們大量的採用太陽光電 那當然它有很大的優點 它可以把它的相關電力 直接就有些可以直接 作為它日常的一些使用上面 我想這也是宣示 是我們在推動在聖年園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做法 不知道次長對這件事的看法 是 因為這個公園區裡面 有很多的國營事業在裡頭 所以剛剛委員提到的部分 是不是容我們就 以專案的方式 我麻煩我們能源局的同仁 把這個園區裡面 有多少的潛力 國營事業馬上可以用到的土地 有多少的機會 做一個盤點 希望能夠像委員剛剛提到的 它有這麼多的一個百分比的 發展的機會 所以我們當然會把這個機會掌握住 那這一點我們回去以專案方式 我想現在大家在推展在三年園 其實政府帶頭來做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特別是領海公園區 又是一個傳統 大家認為是一個比較污染性的部分 那如果我們能夠做 而且它也是一個大面積的 它很多的屋頂 其實廠房是有非常 還有非常大的空間 那如果政府帶頭來做 經濟部帶頭來做 領海公園區帶頭來做 我想會產生很好的效果 更何況裡面還有很多的是國營事業 不管是從中鋼 中油 台電 台船等等很多都在領海公園區內 我覺得缺的一樣是政府的決心 那這個能不能請次長給一個時間 多長時間可以把這個評估完成 然後我們來做這件事情 好 剛剛能源局的說明是 已經納在我們屋頂型的 這個推動的範圍之內 那我們就這個工業區的部分 我們再詳細的盤點一下 有多少的空間 就是屋頂面積等等 這個潛力有多少 那這個時間點我想 是不是在我們計畫裡面 有多少的時間 需要多少時間 把這個資料給評估出來 一個月之內 好不好 一個月把這個盤點出來 我希望把領海公園區 當成是重點的區塊 然後透過跟國營事業的溝通 我們大家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那包括其他的一些民間企業 我們共同來鼓勵 我希望說 如果我們把一個點先做起來 那當然它過去是一個比較高汙染的 但如果我們說這樣的話 其實我相信會有很大的一個 成效的一個效果 至少在宣示意義上 過去一個比較汙染性的工業區 我們把它轉型 朝向一個綠能的方向 來大力來推展 那我想這個是可以共創 一個多營的空間的 好嗎 市長 市長 那個再麻煩您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陳曼麗委員 好 謝謝主席 那我想請經濟部的代表跟台電 好 我們請楊次長跟朱總經理 陳曼麗委員好 你好 我想這個在質詢的時候 一定大家對於那個電業自由化 其實是非常的在意 就是說我們到底台灣有 有沒有要往這個地方去 那像日本的話 在今年的4月份已經開始了 三個階段的 最後一個階段的完成 所以等於是說 全國都是電業自由化的 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會看到 就是說 在去年 應該算是我們這一次 最近的一次去年 我們就有一個 就是說我們的電價 它現在就是說 它調整 那我們就會看到 可能就是說像有一些的企業 他們因為是做這個 氣電共生的 所以他們可能就是 這一方面的一些的大贏家 因為我們好像就一直都在降價 那可是我們又看到了 就是說像我們的這個 電業的一個需求的狀況 那如果是說 我們在這個電的這個部分 我們很希望就是說 我們能夠跟我們的這個民間 能夠結合 我想這個電業自由化 當然就是要鼓勵 更多的民間能夠參與 那當然就是在這個參與的過程裡面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目前民間參與的情況 會是怎麼樣呢 請問部長 請問經濟部 對 我想電業自由化 這部分是不是 我們能源局先來做報告 然後我再來跟委員補充 好 麻煩 是 那麼目前我們國內的電業 是一個獨佔的 主要是台電 那麼目前參與的民間的電業 就是開放的民營電廠有9家 那另外還有再生能源 風力發電跟太陽光電的業者 那未來我們電業化 自由化修正的方向 主要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我們要開放民眾的選擇 購電選擇權 也就是說我們民眾可以 除了跟台電購電以外 我們開放民眾可以跟其他 有發電能力的業者來購電 那目前是沒有 目前是我們大家 一律要跟台電買電 好 那其實就是說我們現在 很多的民營電廠也都進來了 但是呢 現在就是說有一些的民營電廠 事實上他們也是 造成空氣污染的這個部分 所以呢像這個台速六輕 或什麼的他們也都會跑進來 可是呢我們現在 好像對於這一方面的這個說說 會不會有一些的控管 對於一些比較有污染的產業 我們對他們有一些的要求 然後讓他們不會造成在地人的受害 然後讓在地的人其實都 甚至都跑到台北 跑到這邊來做一些的抗議的行動 也希望環保署能夠嚴加管理 那我想經濟部在這個部分當然是 則無旁貸 但是我們常會發現環保署有些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他們的分量沒有經濟部高 所以我常常也會看到就是說 在經濟部那邊根本就不太理環保署的一些的要求 這怎麼辦呢 不會 我們環保署一定會遵守環保署的規定 那目前對電廠的規定 除了電廠要個別做環評以外 那環保署對各地區域的空氣品質管制 通常還有總量管制 所以一個電廠它除了個別的排放 要符合環評的規定以外 它在當地區域 還要符合當地區域的總量管制 那麼如果沒有辦法符合的話 目前像以電業來講 有的時候台電 好 我想最近的這個民眾的抗議 對於空氣污染 尤其是比較大宗的 這個發電所產生的一些的污染 大家都有很多的縣市 尤其是中部地區的 他們都很多的抗議 那另外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我們如果是說 我們在一階的 比如說類似像颱風天 因為大家都沒有在上班 所以我們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是說我們的民營電廠 他們還是一樣的發電 那我們是不是還是一樣的會收購呢 台電公司會依照它的合約去做調度 那當然台電的調度 是一個經濟調度為原則 但是它還是尊重雙方 原來簽訂的合約去運作 不過縱使電比較少 大概目前的狀況也就是說 也不會說大家都不需要用電 還是需要有一定的電力 對 所以呢 我就想是說 一方面它是屬於這個 它還是繼續的發電嘛 可是呢 如果是說我們對於 他們只有 對他們來說他們是受益 但是呢 如果說他們有出問題了 出包了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環境上面的一些的 污染的一個狀況 但是我們在這一方面 在經濟部的系統裡面 會不會給他們一些的罰則啊 因為我們好像沒有看到這一方面的罰則 是 這方面大概就是配合環保署的規定去 那在營業方面 就是說它沒有發電 那比如說它會超過空污的標準 它不准發電 對它的損失就是它的電費收入會減少 所以如果它有污染的情形被裁罰了以後 你們就會降低它的發電的量嗎 或者說降低它的收購價嗎 比如說它受污染的管制 它就沒有辦法發電 那目前是確實有這樣的電廠的事實存在 包括台電的電廠 那減少發電它就會減少受電 它會產生它實質營業的損失 好 那我想是說 這個部分我們也希望 經濟部能夠有更好的對策去 因為這些單位都是比較怕台電 比較怕經濟部 因為這個是他們的對象 可能溝通都會在這裡 所以我希望在這個部分 能夠有更好的一些的作為 那我們也會看到 就是說台電 或者是我們在這個能源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它資訊能夠開放 可是事實上 大家又會覺得是說 開放的好像不夠 聽說現在在台電的系統 在經濟部的系統裡面 已經有統計到 以鯉為單位的發電 使用電的這個量的一個資料 已經有了 請問這個資料 這個資訊是正確的嗎 好像要 有 請 我們有開放一些資料 但是那個有沒有公佈在網站上 每一個鯉的 好像 以區有 以區有 裡倒是沒有 以區有 區有 區域有 是不是有公佈 但是沒有公佈到裡 那現在呢我們其實也看到 聽說像 貴單位來申請的時候 叫付費 對不對 所以它的資訊的使用 它並不是開放給大家來使用的 網站上有的 那個通通是免費的 對 但是到裡的部分 但是呢要有一個 要做量身訂做 好比說要什麼樣的 沒有 我聽說在台電的裡面 有 統計資料到裡的 所以你才能夠知道說 哪個地方是用電量成長 哪個用電量負成長 所以你才會給他們一些獎勵啊 所以這個 這個原來我們公佈在區 那要再細緻的話 那我們恐怕要 同仁要增加工作量 所以這個要規費上面 你只要把你的資料 就上網就好了 你看喔 像那個 就是說我們的健保 我們健保的很多資料都上網 所以呢 我們可以產生 五千多份的研究報告出來耶 所以我想說你的資料 越是不公開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創造 我們在這個學術上面的一個研究 還有呢 地方政府 他們想要做這一方面的研究呢 變成說還要付費 他們就有點懶掉了 所以我是希望我們的資訊公開 就能夠公開的徹底 只要我們經濟部 或者台電公司有的資料 我都希望能夠把它資訊公開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盡速的努力 好 那另外呢 我想提一下 就是有關於最近台風 台風呢 我們就看到 風災非常的嚴重 尤其是在台東的那個地方 那因為台東那個地方 就有很多的鐵皮屋 那這些鐵皮屋呢 他們現在正在重建的時候 我不知道就是說 台電或者是我們經濟部 有沒有可能去鼓勵他們 他們的屋頂 能夠做太陽能的發電 這樣子的一些的作為 如果能夠把資源放過去的話 以台東那個地方 我們會看到非常好的陽光的磁場 有這樣的一個規劃嗎 就是我們在破壞一件事情的同時 我們有心力的這個部分 這個當然我們樂於來鼓勵 我們民眾在做復健過程當中 把它放進去 不過如果是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假設我是受災民眾 我恐怕會很急著要趕快 把我的屋頂給復原回去 那這個部分我想我們 來跟台東縣政府來協商 看看來跟我們台東縣 尤其台東市區的這些居民 好啊 因為一般人都會覺得 經濟部的預算最多了 比別的部會都多很多 所以我也希望經濟部能夠 藉這個機會 投資到 對 投資源到這個地方來 那這個是有個學校 他們學校的這個屋頂 都是太陽能 甚至我也在倡議我們的這個立法院 也應該做一個太陽能的屋頂 這樣能夠讓我們太陽 帶起一些示範的作用 所以希望經濟部也來幫忙一下 讓我們這件事情能夠進行得更順利 是 是 好 那另外呢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 2025飛河家園之後呢 我們就會看到就是說 可能台東的電力 因為河山廠已經沒有了嘛 那台東的電力要從哪裡來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們也要預做十年後的準備 要不然呢 飛河家園的時候 河山廠已經沒有在運轉了 然後呢 我們可能後面的那個 需要的電力的來源 那如果說說台東 他現在還沒有在地的一個能源 那我不知道現在經濟部 有沒有一些的想像呢 把我們的人才培育起來 或者把我們的資源放進去 然後做一些的準備 從現在就要開始了 對這個長期的電源規劃 我們都是持續在進行 所以我們對未來的有些新的這個電源 已經也正在逐步的展開 也就有 會放在東部和南部嗎 東部喔 東部的地方 建電廠的這個機會比較少 但是呢 我們的電力是分別從 東部比較少 我這樣子聽到就很覺得很失望 電力供應沒有問題 我們走南回那邊 可是你好好利用在地的一些的條件 發展一些再生能源或綠能好嗎 再生能源我們是非常樂觀其成的 對 希望我們台電和那個經濟部的長官 在這邊給我們的東部的地區 留一個長遠的規劃 然後資源要放進去 以上 謝謝 馬文君委員不在 蔡玉宇委員 蔡玉宇委員不在 羅明財委員 羅明財 羅明財委員不在 陳雪森委員 陳雪森 陳雪森委員不在 何欣醇委員 何欣醇 何欣醇委員不在 周辰秀霞委員 周辰秀霞 周辰秀霞委員不在 陳奈樹梅委員 陳奈樹梅 陳奈樹梅委員不在 呂玉玲委員 呂玉玲 呂玉玲委員不在 呃 本席不諮詢 呃 做所謂的書面 那接下來 劉建國委員 劉建國 劉建國委員不在 邱玉玲委員 邱玉玲 邱玉玲委員不在 廖國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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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廖國頓委員 說做書面執行 好 謝謝 那接下來邱智委員 邱智委員 三分鐘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呃 主席我先請 三十分鐘 謝謝喔 先請這個呃 呃 呃 市長 好 請市長 還有總經理 好 台電總經理 那個 市長 先討論一下智慧電表 目前建制的進度 看整個滲透率只有0.08% 過去馬英九 呃 前總統在他任內說 要達100萬戶智慧電表 啊 台電也說啊 智慧電表要價8千塊 效益差又不敷成本 所以 台電那個時候就暫緩 啊 現在又大轉彎 說要2020 啊 就是4年後啦 4年後要完成20萬戶的智慧電表安裝啊 這部分整個決策 整個政策的這個反覆 那個能不能請市長 還是總經理說明一下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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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ired cover的用電的量 所以現狀是24千戶嗎 高壓的是24千戶 非高壓的呢 低壓的 我們現在是安裝了一萬戶 那滲透率是0.08 對 但是呢高壓用戶 你20萬戶 講oda 那你20萬戶裝上去 它的滲透率可以提高多少 數量是 是比率是很少啦 你告訴我多少 四年後 如果拿在裝的話 我們現在四年以後不是這個數量 我們現在是說明年 明年是20萬戶 明年20萬戶 2019 2020的時候就100萬戶 2020 100萬戶 那100萬戶的滲透率是多少 大概是十三分之一 十三分之一 什麼意思 大概0.7了 0.8了 0.7還不到1% 還不到1% 但是這個用電量就是佔了 全台灣的70% 都在這個電極之下 你看看其他國家 日本16% 韓國11% 美國30% 那我們未來長期的目標 你設定滲透率要多少 我們是當然有一個步驟 當然就是說 這個對這個效益上 比如說大的用戶啦 還有一個比較這個 比較居住密集的地方 我們是優先來處理 這部分我想 你要把它當一個 重大的議題來處理 我覺得你們過去 說不做現在要做 你要做撤離一點 要做你要做成功一點 在未來新的建築裡面 是不是都導引這個 所謂智慧電表 對我想 所以法律上你要做修訂啊 你要在法律上做一些規範啊 我想有些時候 我們以後未來實施 這個時間電價自然 這就會必須要裝這些電表 這就自然而然的會形成 齊免你們要好好努力啦 好 謝謝總經理 先請能源局 能源局陳副局長 好 能源局 能源局今天 好 來 能源局 副局長 是 副局長 那個針對啊 這個 104年度節能產品補助啊 是 總共執行的4個月嘛 是 從去年11月7號 到今年2月29號 是 4個月總共花多少經費 呃 現在目 就是那個 整個 整個的那個經費 大概是20幾億 那個正確的數字 我可能還要再 我比你更了解 26億啦 是 26億裡面 行政管理費多少 2億耶 是 那行政管理會 可以利用公部門 這個跨部位的整合 你不要說 再花2億去委外 去做這些登錄啦 或者是這個 發放現金啦 是 這可以透過公部門的協調 你這2億的行政費用 是可以節省下來的 是 未來你要執行這個 檢討一下啦 是 另外 當然你針對冷氣 針對電冰箱 針對電視機顯示器 甚至包括這個 熱水器 是 特別冷氣的部分有很多種 有變頻跟電頻 是 你了解嗎 我了解 變頻的省電效率是不是更高 是 變頻的比較高 當然它價格比較高 是 所以你們在補助冷氣的時候 我覺得你要提供一定的誘因跟機制 是 變頻它價格比較高 但是它省電效率很高 所以對這個變頻冷氣它的補助金額就有所差異 你現在是一條線畫下去 所有冷氣就是兩千塊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補助的是以分級效率 一二級的為主 對啦 我說未來 當然這個不能每年執行 是 那你必須考慮到其他的這個 比方說有些針對馬達 有人說針對馬達 是 馬達也有補助 是 小的馬達跟大的馬達 未來你如果用這個變頻馬達 它馬達的這個省電率當然會比較高 是 所以補助的項目我覺得這個政策方向是正確的 是 質詢過程中你們要更考慮到這個整個細節 是 第一個行政費用你要降低 第二個就是說你補助要有一定的這個誘因 是 有一些差異 是 那另外我看到這個你們這個熱水器 是 熱水器你們補助之後反而復成長 是 這個很奇怪喔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因為熱水器現在因為在南部 可能就是因為它的那個陽光的條件比較好 效率比較高 所以大部分都是在南部在安裝 所以幾乎可以裝的大概都已經快要飽和了 所以才會有 你們的資料集熱是藍氣的熱水器 補助之後啊 結果這個銷售還是負成長還負1%啊 這個你們去檢討這個數據有沒有錯 是那個我跟委員報告就是說我們 我們這個太陽的熱水器我們已經補助15年了 那一般來講說補助15年了 那你這個越補助反而這個銷量越差 那個人要檢討你們項目是不是有問題 因為市場已經快飽和了 對啊市場飽和你為什麼還要再補助呢 所以你冷氣機成長140% 電冰箱52% 這個電視機監視器49% 結果熱水器藍氣就負1啊 所以這部分項目你們要順選 跟委員報告我們現在是已經 已經到了那個 因為這個產業已經成熟了 太陽的熱水器已經成熟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有考慮 要這個終止補助啦 所以有考慮這樣子 這個項目你們要慎選啊 是 另外這個 以各縣市申請的人數來看 平均每千人申請補助台數 你知道是哪一個縣市比例最高嗎 請委員 你們這個數據 這是你們這個能源局給我的啊 是 這個你們評估報告也出來了啊 你當副局長應該要很了解 是新竹市啊 新竹市 他認為說他科技層 他整體的這個 市民的收入會比較高 但是每千人申請補助台數 是81.1啊 超過雲林 雲林才59.7 超過屏東 超過宜蘭 超過新竹耶 新竹縣 也超過高雄市 是 81.1耶 是 相對的他的收入比較高 為什麼這個補助是針對 相對經濟比較 相對弱勢的家庭 是 提供幼衣讓他們去 這個更換這個節能的這個家電 可是為什麼新竹市 真的比例那麼高 是可能這個部分我們就是因為 我們那個執行 執行的時間很短 所以我們規劃時間很短 那這個部分我們像執行的結果 我們會做一個分析 未來做為未來這個我們 如果要再做的一個參考 所以我們會很快的給國會 提供委員我們的分析報告 我們現在同樣已經在做 有啦你們分析報告已經出來了嘛 就是因為拿你的分析報告來請教你嘛 是 所以這個數據有沒有問題 還是你們在執行過程中 各縣市它的宣導不一樣 是 新竹市可能宣導比較多 是 所以比較容易知道 是 那其他縣市 你看新北市才58.4 是 那你看新竹市 新竹市高達81.1 好 委員這個部分我們會進一步去了解 然後做分析 那以後如果我們要做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可能會做一些的改變 你知道增加這個國民那個經濟成長率 增加多少嗎 這一波啊 你花了26億啊 創造多少產值 然後因此增加經濟 對經濟成長率的貢獻有多少 我的印象裡面大概是200多億的產值 347億 所以副市長你要來這個部分 一些數據你要先掌握一下 生產總值增加1343億 那對經濟成長率提升0.21 如果沒有 你意思說 如果沒有這一波你們這個節能的補助 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可能是負的 所以你26億可以創造 經濟成長率百分之0.21 計較很好耶 這有沒有灌水 不會的 不會的 這個應該這個都是有實際 那未來有沒有繼續要 要針對節能的產品來補助 這個因為這個當時是為了 為了這個消費的 消費的這個考慮 然後它也有兼具的節能效果 如果未來如果政策上有需要 我們可能會再繼續 那麼你從結果來看 生產總值增加1343億 這個總銷售金額347億 0.21的經濟成長率 這成果很好耶 這跟當初你們設定的目的說 要出這個刺激消費是不一樣的 如果那麼好的績效 我覺得你們要再考慮 再針對其他節能產品 再做適度的補助 二十幾億可以創造那麼大的產值 可以提升經濟成長率百分之0.21 當然要繼續做 除非你們數據造假 沒有數據造假的問題 不會的 不會的 你回去好好看一下啦 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謝謝我們邱志偉委員 好 我們今天 登記發言的委員 逐步在場外 曲與金語發言完畢 我們的今天的詢討 我們就到此結束 委員邱瑩、林黛化、蘇貞欽、廖國棟 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書面質詢和未及答覆部分 請相關單位於一週內以書面答覆 並付之本會 委員執行中要求提供之資料 請提供於本會全體委員 因為兩個提案只有一個條文 我們就不再廣泛討論 我們直接進行逐條討論 逐條宣讀完再進行協商 那麼包含著修正動議 附帶決議 我們也請一併宣讀 我們現在請議事人員宣讀 先讀條文 委員劉敬國等16人提案 第16條之一 為促進電力發展營運 增進發電、輸電及便電設施 周邊地區居民福祉 建電業經營者 應設置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 其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 委員蘇智芬等16人提案 第16條之一 為促進電業設備周邊地區發展 及居民福祉 電業應設置電力開發與社區 和諧發展協助金 前向電力開發與社區和諧發展協助金 之設置、使用方式、範圍及其監督等 相關事項之管理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資 促進動議第一案 委員張立善等人提案 第16條之一 為促進電力發展營運 及電業設備周邊地區發展 及居民福祉 電業及輸電便電設施周邊 應設置電力開發與社區和諧發展協助金 前向電力開發與社區和諧發展協助金 設置使用方式、範圍及其監督等相關事項之管理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 促進中心第二案 提案人蘇智芳委員等人 第16條之一 為促進電力發展營運 提升電業設備周邊地區發展及居民福祉 電業應設置電力開發協助金 以協助地方主管機關 推動電力開發與社區和諧發展 是以電業應提報電力開發協助金使用方式 範圍及其監督等相關事項 送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後 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必要時 地方主管機關的派員查核 前兩項電力開發協助金之提拨比率 由中央主管機關告知 附帶決議第一案 電業法徵定第16條之一 電力開發協助金之提拨比率 原由中央主管機關於三個月內公告知 提案人蘇智芳委員等人 宣讀完畢 好 謝謝 那我們現在進行協商 我們是誰 想得到 來這邊 我們是沒有這個 您的好 我們是有同性分子 還沒有 什麼 貢獻 或是 我們要多少 見到 這是 還是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終わります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終わ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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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わります